好 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大家的一个沟通 我刚才看到咱们有同学问说开始没开始 是这样的 正常情况下我的讲座 不好意思 把我找出来 正常情况下我是不会迟到 正常情况下不会迟到 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也不会提前开始 因为说的是9点 我们就是9点 大概会晚个几秒 但绝对不会提前 这就像我们审核一样 我们不可能坐火车 这个车提前跑路了 这个不可以 坐飞机可能会跑 大家都登机了 可能提前飞 这个没问题 今天主要是有一个事情 就跟大家去沟通一下 但我绝对不会耽误大家时间 还是我说的 尽管我像周六的那样的一个讲座 我会讲4个小时 但是起码我个人认为是有用的 或者我觉得至少有些人认为是有用的 否则的话 4个小时的话也比较难熬 所以今天我 当然今天肯定讲不了4个小时 我会一个小时就结束 还有这句话就是 协会讲的东西 大概率我就不会讲了 是吧 因为人家讲了 人家是官方 但是有些东西协会是不可能说的 你比如今天有人问协会说 这个工作能挣多少钱 你问一万遍他也不可能告诉你 对吗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样的人 他是怎么个想法 很有意思 这个问题问协会 协会不可能跟你说 除非你跟他关系好 有私下的关系 你公开场合问协会说 这个行业能挣多少钱 哎 肯定找错人了嘛 但是我会说 因为我不是协会人 目前我也不代表协会 就是有些协会说的 我就不说了 协会没说的 不能说的 我来说 是吧 咱们不跟协会去抢饭了 咱抢不了人家饭了 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定位 咱们先不着急 因为我这个每次讲座 其实我知道今天来的有好多我们的学员 每次我们的讲座 实话实话 就是和我们考试内容的息息相关的 别打岔 还是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 就是我在结束之后 我会回答 但是首先你要给我实践 让我按照我的这个节奏来讲 好吧 尤其不是我学员 你就更别要求我 马上就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 我说了好多次了 所以是这样的 又打岔了 行吧 我想起来了 其实今天我说的话 我肯定讲不了四个小时 我可能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但我讲的肯定是有用的 结合我们考试什么 因为今天是新的政策下来 就是明年会考三次考试 所以肯定是将对这几年是有一个调整 因为21年开始就是都是考两次嘛 但是以前是考四次 四次变两次 两次又变三次 有可能再变四次 是吧 现在的四次和以前的四次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它们意味着什么 是吧 我觉得今天就是 因为官方可能不可能说一些这些东西 是吧 有人为官方这个难度是不是会 难度是不是增加了 你问他这个 你打死了 他也不能说 对不对 但你问我 你不用打我 我也告诉你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本来今天我是在审核 审核 包括现在我其实是转场 转场过来到深圳这边 深圳接受真的很快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深圳 因为深圳还是充满活力 甚至我觉得比广州呀 比东莞呀 这些地方都非常有活力 我还经常来深圳感受一下这个活力 确实不一样 这个全国最年轻的城市 还是很好的地方 但我今天高兴的不是说转场来到深圳 而是说 我今天终于可以脱离一个我们的审核组成员 知道吧 当然我说的所有东西和考试不一定相关 但是会和很多考试的内容相关啊 或者考试的这个心理状态 状态调整有关啊 因为考试不仅仅是考知识 更多是考你一个 心态啊 这些东西 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有好多人都说 你为什么不讲重点 重点我把一本书扔给你 你去看去吧 大概率说的话 考完了你可能都没翻译一点 是吧 因为他说今天我挺开心的 因为这两天审核啊 有一个老审核员 倒不是说年龄大小 但年龄其实也不大 不过也快退休啊 一个女的 女审核员 就是 让我想起了一个就是鲁迅笔下的一个人物 不知道大家知道是哪个人物吗 就是祥林嫂 当然我没有任何就是调侃人家的意味 但是就是我的心理感受就是这样 就天天在那抱怨啊 现在审核太难做了 企业报销也不像以前 以前企业报销就签个单子 都不要这个报销的票据 是吧 当然你不能说想报多少 报多少 但是不要票 对吧 你就可以发挥了嘛 现在又要票 然后现在这个审核也不好审 企业招待也不好 哎呀 我跟他审了两天 我头都要炸了 是吧 然后就天天抱怨 然后要么就是聊 聊着孩子 我孩子多优秀 优秀 那五六十岁不就爱聊了点这样吗 那我不喜欢聊这东西 哎呦天 我现在都特别开心啊 终于可以摆脱了 终于可以摆脱这种 这这种痛苦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嘛 今天协会啊 当我说这个不是说闲聊天啊 我是有一定深意的 其实就是能听我四个小时讲座的人都知道啊 我说的每句话还是有点用啊 就包括今天协会啊 这个信息是怎么来的 明年三月份 明年要考三四考的 因为协会每年会有一次叫做考试什么交流周吧 就这个意思 今天是第一天 它连续四天 但我觉得你大概率也没有必要听 尤其我的学员 你就问我就完了 是不是 你要听的话 协会今天讲了两个半小时 真正有用的就一句话 明年要考三次考试 对吧 如果说你也要花两个半小时去听 听完了说一是不大 就是 你还那句话 你要准备考试的话 尤其我们学员是吧 你就好好看数据吧 两个半小时 你想 我们的课程设计是两百到三百个小时 那两个半小时 因为是百分之一的时间啊 时间是最最最最最最宝贵的东西 千万不要浪费 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时间并不珍贵 是吧 浪费了 浪费就浪费完了 拉倒就拉倒了 那所有就是大多数人在四十岁啊 五十岁的时候 回头看的时候 比较后悔啊 一事无成啊什么是吧 当然可能也包括我啊 有啥说啥 我不是那种PUA别人的人啊 就是因为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但是协会讲东西 有协会讲的一个意义 它是对你没什么帮助 他讲了两个半小时 就这一句话有用 明年要考三次 哎呀 我又忘了 记忆力太长了 要考三次啊 所以这个信息的话 是我那个下午得来的 下午听那个协会 所以这个是千真万确的 大家就不要再去怀疑它的真实性了 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事实 来去怎么去准备备考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我更多是和大家去交流这个事情 交流交流我的看法 因为有些东西啊 就是你问协会 协会不可能跟你说 那是不可能 就让你问协会 这行业挣多少钱 对吧 这样的问题 你先问协会 你咋想的呢 是吧 问协会这个考试题会不会难 你咋想的 是不是 咋说呢 还是那句话啊 哎呀 我讲到哪了 反正今天因为我也不是说能够捋得特别清晰啊 所以你也不要太着急啊 还是按照我的节奏啊 我先讲一会儿 讲一会儿 大家有什么 咱们就互相交流 是不是 因为今天有好多是我们的学员 包括接下来我们的安排也会有调整 就是这个道理啊 今天就是 咋说什么 就这么个信息啊 就是明年要考三回了 要考三回 然后呢 当然协会是吧 协会现在有人问啊 说协会几月份安排 这个东西你还用问吗 是吧 一年假如你的协会人 是吧 我也说就跟我们讲课一样 就是假如这个协会给你任务 对吧 那你去编本书 那你怎么编 对不对 你有些问 他不如不问 是吧 问的就显得你很很low 是不是 你想着你协会 比如说你是协会人 协会说 哎 明年咱安排三次考试 你怎么安排 你不可能五月份一次 六月份一次 七月份一次吧 这可能吗 不可能吗 对吧 当然以前考四次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季度一次嘛 这样比较合理嘛 所以三次呢 大概率啊 就我来判断 因为协会的人也说啊 就是过年之后会出通知 大概率出通知啊 是在考前的三十天四十天 这个样子 你想过完年大概是什么时候 因为过年前都忙嘛 是吧 都没心事搞这个事情 过年应该是二月几号 我忘了啊 那肯定是二月七八号 对吧 上了班之后 我没记错 大概是什么日子吧 你比如说二月二月八九号 出门 那可能就三月啊 或者三月中旬 或者一般 可能协会爱搞到下旬去考 可能三月底 或者三月二日后就考 然后下次再考呢 可能隔个 隔到个七八月 是吧 再考 搞到个十二月 或者十一月 是吧 你大概率就这样嘛 是吧 你非要说啥 你一定要告诉我的七月 还是 你要学会告诉他七月 你到底是七月五号还是七月六号考 当然我知道 当然有些人他和别的考试冲突啊 这个咱可以理解啊 他的大概率 他也没那么忙 说实话 对大部分人不可能说 七八个考试同时考 是吧 那个可能性不大 还有人就问的问题 说这个 有两颗考试冲突了 怎么办 是不是必须分开考 你说这问题跟小学生 还不如个小孩子 是吧 问这种问题 你两颗的冲突了 你只能分开考吗 你还有啥招 谁会再给你自己一个人出份卷吗 哎呀 这个比较 哎呀 我看着他们那些问题我都来气 你知道吗 当然协会也说了 协会也说这个 会等到正式的这个考试的这个安排出来再说 是吧 但是我也判断 我大概率判断就是 以协会的这个目前这几年的安排 三体系五颗是大概率不会冲突的 都是这样 因为三体系现在的标配 协会也是为了进 当然也有人问 也有人说这个问题 其实我不想先说这个开场吧 我想先说这个 说一些下午的事情啊 说一下我今天这个 咱们再来 我再拽回来 别着急啊 因为我觉得我拽回来的这点东西 对我们考试反而至关重要 是吧 因为真正的考试 真正的对决 他不是说所谓的数 是吧 一些小的伎俩 不是那些 真正的高手对决 讲的是一个道 是吧 是你真正的心态 你这些东西有了 那些小技巧小啥 这不就都会了吗 还那句话 搞一大堆资料啊 收集了一大堆免费的视频 一个都没看 是吧 那大部分人是那样 是吧 就跟松鼠一样 搞了一大堆东西放 然后考完试都没点开看 也不知道每天忙着啥 所以我们就再拽回来 讲讲今天的事情啊 就是我 痛苦不得了 我终于摆脱了这个小林嫂的这个纠缠 因为他他就爱跟你说 他可能也 但我也理解 我也理解他可能有些生活上的一些压力 或者什么样的压力 但是 所以大家也知道 这个心理医生其实是心理疾病发明率最高的一个群体 就是天天作为有人跟你叨了叨了叨了 时间长了你 你心里也有问题了 所以所有的心理医生 这不是我瞎说啊 这是这个心理医学协会啊 什么这些注册要求的 所有的心理医生 不管你是多么牛多么的心理医生 你一定要找个什么 一定要找个别的心理医生定期给你做辅导 让他定期去看看你现在心理状态怎么样 如果他说 你这个心理状态现在已经不行了 很差了 那怎么 你就不要再给病人去诊断了 再给患者或者别人再看了 你赶紧去调整 再去什么 所以说 如果说一个人他说 我牛倒了说不需要别人 来去帮我 从这个泥潭里拽出来 那他绝对就是在吹牛 每个人总用吹弱的时候 他一定需要别人去帮他拽起来 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个心理医生的问题啊 就说 今天这个事情 就是两天把我的心理状态成个模特 尤其我这个人性子又特别急 大家也知道 我从来 我有啥就说啥 是吧 我看谁不送眼我就怼他两句这种 我不是那种说 可以那个说啥 反正我就假装没听见 我也烦着嘛 因为我的节奏较快嘛 是吧 不过我学习也讲 我赶紧学完 赶紧弄完别事 我没管他 搞那些东西 但是你想他在你耳边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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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烦死了 但是我也说 我同情他 同情归同情 但是 说实话 我也不是神仙 我也不是圣人 是吧 我也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 就是这个道理 就包括今天下午协会 那个 我也看到人性的丑与恶 你知道吧 好多人就说 怎么能一年考三次呢 应该一年考一次 两年考一次 我才说这种话的 要么就是开玩笑 要么就是那种 你能考过 考过的很不得 对吧 别人快别考了 就我在这挣钱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响人少一样 哎呦 现在这企业招待也不好了 对吧 我们以前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是吧 然后就开始一动说 你现在就是干这个也不好 别干了 是吧 也没前途 对不对 我说没前途 你也别干了呗 然后又说 啊 我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 哎呦 天 所以还是这句话 开始我们想给大家对这个行业有一个客观的了解 大家 因为好多参加这个考试的人 其实对这个行业不了解 那肯定没做过 是吧 你做过 那是考完试才会做嘛 所以就是这个逻辑 你不了解的 但是又要考它 又要去 像围城一样 是吧 但是我也说过 这个行业啊 就是 因为我目前发现没有几个人想出去的 不是说这里面人想出去 他不想出去 并且他要想办法去阻止别人进来 这是这个行业的现状 哪怕大家也说 这个行业十年没涨 审核费了 确实是这样 劳务费十年没涨 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还是不愿出去 还是我说一句血淋淋的现实 这个行业百分之 不是说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 十万个审核员现在啊 九万五千个审核员 离开这个行业 根本挣不到这个行业这么多钱 我敢说 但是我说这句话太伤人 我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审核员都得罪了 但是我敢跟他们说 我说不服你离开这个行业 你给我挣你现在这个钱 你肯定挣不到 就这个道理 别看这么一天 啊 这行业怎么怎么样 你要找打死的 我没信吗 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当然还是这句话 就是今天协会公布了一个数据 反正大概其实我也应该有了解 就是在19年大概的审核员的就是注册审核员的数量 大概是四万五万 我没记清楚啊 反正大概是这样的数目 到现在就截至可能是十月份 就是全国的注册审核员的人数多少十万 当然这十万肯定兼职业专业都包括 但是你想在19年到二三年 这五年 五年时间就翻了一番 翻了一番 这是现状 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就是聊一聊 首先把这个大的环境给大家聊一聊 就是你考也罢 不考也罢 你一次考五科也罢 一次考一科也罢 起码就好像有个真实的感触 尤其我是审核员 我告诉大家起码是我真实的感触 当然我的感触有可能就代表我自己 但是至少是我一个很真实的视角 不带有任何这种偏见的视角 来给大家去说一说它真实的现状 真实的生存状态是啥样的 是吧 因为我尽管现在我也做课程的培训 是吧 但是我的原则是 我不能为了招个一两个学生 我就夸大它 是吧 或者说我也不能为了招生 我就去夸大这个考试的难度 因为我知道明天一定有同行会说 哎呀 你看改成三次了 考试要难度增加了 你自己搞肯定过不去了 你肯定包弯吧 一定有这样的弄脚出来了 当然我不会那样说 因为太low了你知道吧 因为我也说我天天干的是 我跟我们学员也说 包括我做讲座也说 有种太简单的问题不要来问我 是吧 这个考试到底七十分几个啊 六十分几个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你都问我这个问题 我根本就不愿意回答 我是来解决复杂问题的 就是概念啊 所以实事求是这样 就现在的审核员你说 可能三十七夕啊 我们说客观来说就是一万左右 当然也有这样的高的 当然就是说最终的收入啊 因为如果说就是明明而上的收入 你可能就是一天三百二四百是吧 反正又加不加吧 就是八九千七八千是吧 一万左右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咨询费 当然咨询的话 你自己做审核自己做咨询 这是在原则上是不允许 但是原则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 都是有差距的 所以可能你再接一些咨询的东西 当然在目前三体系 实事求是讲就是 企业的一些东西不多了 或者说很少 这个事实它不像1699一样 1699那 它还是有一些东西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太直败 我们说得隐晦一些 因为我做辅导主要是做三体系的辅导 其他的我也不过多去评价 我们只拿三体系来举例 所以三体系目前的合理的收入 我只说是在一万左右 但是它是这样的 它因为注册的人数 它有的是在认证 就是在回轮 但是现在协会就是 就是这个人头 做审核员的人头是这个十万人 十万在挂在协会的人数 他每一次两千两千 他有的是真人认证 因为三年来一轮 三年来一轮 大概的数据是在这五年之内就翻了一番 所以我们接着 哎 又网了 又网说到哪了 这体系真的不好 所以说出它真实的情况 所以这是这个行业 就是目前的一个收入的现状 但是你说 两年后三年后是啥样 五年后啥样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 是吧 我也不是预言家 我也没那个能力 我只说目前的现状 因为我在做 所以我 我只能说 我了解到的情况 大概三体系 一半左右是合理的 合理的 你要说再高 你肯定就是要担一些 担一些风险 或者怎么样 你说四五千吧 那你也没干头了 但是你未来会不会降到四五千 那我也不知道 是吧 人多了有可能 对 那你不干有的事能干 但是我认为说 当这个行业降到三十千 四五千的时候 那别的行业 基本就是找不到工作了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说 行业那句话 你的地域是编着天堂 对不对 有些人还说这个行业又要出差 哪个行业也很卷 哪个行业也很卷 我觉得最主要的 我觉得最主要是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快速的人数的翻翻 是吧 两方面有一样 一方面就是我们认证的机构 认证的不是机构 认证的企业越来越多 还有一方面原因是啥呢 就是我个人 尤其这个数据是这样的 就是审核源的这个平均年龄 在逐年降低 以前可能是四十岁 现在可能是变成三十五啊 三十六 当然一方面 是由一个注册总值的改变 因为以前是大专 必须毕业二十年才能考 那相当基本 大专学历就被卡掉了 那现在新的注册总值 就是大专毕业八年 所以有好多的 我们大专学历的也在考 对吧 所以它整个的平均年龄 也会把它就拉低一些 还有一个我认为 这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整个的实质求学 整个就业市场的环境的变化 是吧 以前的话 我随便干个别的 我可能也能挣个二八千的 我没必要说 我天天出餐啊 这么辛苦 但是做的审核源 确实来说 和大概率 如果是专职的审核源 肯定是不着家的 是吧 因为不大可能 就在你这个城地 拿下深圳 不大可能你所有的 都在深圳 是吧 有时候可能在 在东莞 在福克山啊 在广州啊 什么跑一跑 是吧 有这种特别大的 这种城市 当然如果说你要内地的话 那更不可能 说大概率就在你 那当地了 所以基本的说 你明年肯定要出差 是吧 像以前经济好的时候 可能人家觉得 我的出差 没什么意思 是吧 那我就不干什么 但是现在说实话 嗯 就我在周六那些 跟大家去沟通 为跨迪 我审核所见 尤其在东莞 东莞 好多的万人大厂啊 这种千人大 都转移了 都转移了 都转移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就 没有这么多的 就是工厂的就业机会了 所以说好多的人 就原来干质量经理啊 什么这些 他就出来 出来又没得干 是吧 他有啥说啥 当我没有去贬低任何行业 任何人的意味 我从来不会那么做 我只做事实 那他总要去就业嘛 总要工作嘛 那就 好多人就来到这个行业 造成这个审核行业 就会越来越多 当然我从来不会说 就说先进去的人 你就别来了 别来了是吧 那 那不是我们决定的是吧 那也不是协会决定 当然协会它去变成三次 甚至四次 对协会是有好处的嘛 这私事求是一样是吧 包括协会去卖教材 或者协会搞辅导 当然协会不会做一个考试的辅导 但协会会做一些其他的辅导 因为协会本身他也需要去盈利嘛 咱们这也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无话可说 是吧 但是我们只是在讨论说 我们做这个行业到底还值不值得去做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出路 所以我也说了 从我观察到的现状来说 离开这个行业 99%的人 赠不到现在这么多钱 这个行业类似于啥 大家可能学过合格评定 都知道 这个行业最初起源是哪里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政府部门的 就是他们一个监管任务的一部分外包给第三方机构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 不管你认为的多余少的钱 更多是这个体制造成 更多体制造成 所以说你去人家体验 人家叫你老师给你好吃好喝也 并不是说在于你的专业能力有多强 也不是说在于你多么优秀 而是在于你手中的权力 我也说过我们审核员还是 多多少少说有那么一丢丢权力的 尽管有时候企业也不把你当人看 或者说就认为你就是个卖证书的 也有 但是有的还是有种种原因吧 因为你干了就知道了 种种原因它还是会比较中重 因为你确实 如果说你给它开个不符合呀 给它干啥它很麻烦 尤其一些大的公司 它内部的这种权力斗争都 脚丫交错是吧 所以你那点权力也会起到一些 撬动一些东西的一个砝码 但是你有了权力了 你就会有什么就有利益了嘛 这个简单道理 但是你这个权力 并不是由于你多优秀造成 不是 有好多人说的话审核审核就 都不知道自己自己尽量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祥林扫一样 对吧 然后就说 哎 我说这个说实话 人家给你参标一栋饭50块钱 你多不多 咱们私人求得这样 一栋饭50块钱参标 可以了吧 那50块钱能吃啥呀 是吧 30块钱连碗面都 就是什么都吃不了 其实我们说实话 我们审核一天 企业的成本是很高的 你想我们一个人审核费大概做 大概是300或者400对吗 然后你要住宿吧 住宿正常怎么也200吧 是吧 就600出去了 一般情况下 企业一个人 有时候中午去饭店 晚夜去饭店是吧 怎么我们正常来说去饭店 你也得七八十吧 又得一个150 小200出去了 你想 咱们一个审核员企业 就是最少最少 你看200 300 500 600 600 就600块钱 就出去了 是吧 所以说成本是很高的企业 但是审核员有时候 闪着闪着 就 因为有好多企业 就 审核老师来了 对吧 啥意思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这个 你说这个 晚上洗脚啊 去KTV 是吧 这个好像 据他们说 好多年前是会 会招待 咱们有传说啥 招待 就唱着歌了 这个是有的 现在很少 那是以前的故事 快也没经历过 那是好多年前 也不是好多年前 可能是五六年前吧 那现在不会了 因为时代变了 所以咱们有点心现实 也别 就跟祥林嫂跟我说的 你现在这个入行 也不是好时候 我就说挺好啊 有什么不好啊 对吧 你想想还有好多人 现在找不到工作了 对吧 40多岁的人 你上哪种工作去 实施求是讲吧 就每个人都会觉得 我多牛多牛 那不扶他出去 出去 对吧 自己也开公司干一干就知道了 就都到了 所以大概就是 这么个情况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闪合闪合 就忘了自己 到底是啥样了 你别自己 甚至个企业的老板 很常见 真的会很有价的 审核员 等你干了审核 你就知道了 就是一点点人性恶 就在于 这一点点权力 他就恨不得把它去利用到极致 真的 就像今天那个协会的会议上 有些人就说这个建议 要两年考一次 是吧 我记得去年的那个会议上 有人建设 现在这个考试太简单了 就应该难控制通过率 怎么办 我就说好 对吧 如果你不是审核员 就难道让你 考试年都考不过 看你还说不错 这就是人性的恶 当然我们今天不去讨论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 我认为我们学员都是非常善良 至少说是一个很正牌的人 对吧 这个就是不和我们决定的 我们只做我们一年做的事情 但实际求是讲 就是我个人做审核 这半时间以来 当然做一年做两年感受又不一样 我的感觉是啥呢 钻子生也不收了 都是兼职的 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再说 接着说也没问题 一打仓我就忘了我的逻辑了 是这样的 不是不收你 而是你不够优秀 或者说你不够便宜 这个话我在 上周末我说过 一个人一个企业 如何才能在这个 市场上有竞争力 对吧 你比别人更便宜 对吧 同样如果说别人省 一天省400 400块钱收费 你说我350就干 你说 这个机构会不会收你 对吧 人家要450 人家收你干嘛呀 人家肯定说 你先做兼职吧 等我们现在忙不过来 是吧 差个一天两天实在也没人了 那顶你450就让你干 对吧 怎么说 有份人 你说你的吧 但是 我还那句话 我 我从来没有去说 说服任何人的意思 还是我说的 成年人不靠说服 真正教育成年人不是道理 是难强 撞了难强就知道了 所以我也懒着说 尤其不是我们学员 你愿意说就说 只要你不说过分的 我也不会替你 但你要说一些过分的 我肯定就替你了 不浪费我的时间 不浪费我们学员时间 因为今天有我们好多的学员在 还是个道理 就跟这考试一样 好多人不信我的方法 到时候撞了难强 突破血流 又来找我 对 一个道理 咱们不去讨论这问题 所以还是计划 就是 首先我们要 要有这种 我觉得就是 我们既然尤其我们学院 你不说这个花钱多余少 反正我说 你哪怕花一分钱 我都 要为你花这一分钱负责 你先别来问我这些问题 等我 等我那个什么 讲到最后 我有时间再打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讲到哪里了 所以还是个道理 就是 这是目前省为的现状 我也说 对于40岁以上的人 如果你自己 没有创业的这种 这种资本和能力 是吧 这我不是说瞧不起你 咱人一定要知道 自己能力有多大 有多小 是吧 好多的省为 最后就忘乎所以了 还是我说 他离开这个行业 什么都不是 人家教理老师 只不过是看中你背后 就是 由于整个的这套 这个社会 住到这样一套 体制下的这个权力而已 并不是忠证你 这一个人 就是个道理 但是咱这个行业 还是觉得 天然的就有这么个好处 就有点 我做过 我录过一个小视频 我就说 咱这行业 就类似于公务员而言 真的就是个道理 他不是说 由于你多优秀 也不是说 由于你多么会审核 或者审核能力多强 哎呀 很多人还说这个审核能力 我一听这种话 我就 他干过审核 原来没有 我都奇怪 他还说 我们存在的价值 就是由于 整个体系构造下的 我们所处的位置而已 这些狐家虎卫一样 人家不是说 看你狐狸狐狸 而是看你背后 有一个老虎多么厉害 但是有时候 狐狸就搞不清楚 到底谁是谁 当然 我这不是说 贬低我们这个行业 不绝对没有一个意思 我意思说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这个行业 到底是 什么个情况 还是这句话 就是目前我来说 就是对我来 认为 如果说 在四十岁五十岁这样的年龄 我目前没有看到 比这行业更好的行业 只要你通过考试 也不需要你 什么 不会审核 会不会审核 没说这个行业 学啥专业都有 学问科的 什么的英语的 学啥的 都来干 反正人 干就干就干就都会干 你不会干 就是这个机构都帮你会干 所以目前来说 说实话就是 我个人也是认为 四五十岁 如果别人没有更好的机会 在这儿无分险的 包吃包住 咱们真是包吃包住 这个月反正一万左右吧 如果说你不满意 那就不要来干这个 如果觉得这还行 可以 那就可以干 因为没有任何的 投入 可能说你这个 培训费这个投入 但我要说 尤其我的课 我还是认为说 除了带给大家一些知识上的东西 包括理念上的 包括什么上的 我觉得很划算吧 是吧 你出去随便 你吃顿饭不得人给你摆吗 吃饭的时候 就大吃大喝 是吧 花点时间学习就那么痛苦 对不对 那也没啥意思 哎 我是不是 讲的时间又多了 大小时了吧 没说到正经东西了 但是 反正这句话就是 给大家树立个信心吧 包括我也说 从我考试的时候 一直到实习 到转生中间也遇到一些挫折 但是呢 当你真的说 走到一个比较平稳的 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 是吧 还是 你再回头看一下 还是值得的 包括我也说了 这个行业不是围城 而是说 你进来都 都不想出去了 你包括我也一样 我也在思考 那假如我不干这个 明天我说我不干了 我还能 能不能找到比现在收入更高的 就目前来说 目前来说 这个我一会儿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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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会确认 还是我说这句话 哎 打擦又忘了 又忘了 对 就我啊 拿我来说 你看 每个人总 关心自己的问题 对吧 从来不关心别人 说到哪里 说到我 就我假如不干这个 我都 现在想不到 我能 还能干什么 在我这个年龄 还能找到 类似的 但现在我干的 你先不说 我能不能干 或者干得好一会儿 起码我现在状态是 你好歹去企业人员 老板骂 所以我十四球员 就是拿我的状态来做 我觉得 这个行业还值得 值得来干一个 包括好多人也说 说这个 我觉得 应该是上半年 反正有 有有有 不算是否学院 我忘了 肯定我们兄弟人 我说你老师说的挺好 我就想体验一下 这种收取有权力的 这个乐趣 是吧 反正还行吧 还是我说的值 反正十四球员 值你花的那点培训费 值得 如果说你干这个 一年两年 你不想干了 你再干别的 并且在这个过程 关于说 你还可以 干什么 然后你还可以 去思考你的人生 思考你其他途径 因为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的压力 是吧 就是你比如现在我在 因为没压力嘛 所以我才能干培训嘛 对吧 然后明天我再晃个两天 我又玩活了 两天的审核 大概一天就把那报告写完了 写完了 写完了 嗯 剩下一天 你思考思考人生的也行 但是你不要像想想你少一样 啊天天就倒过倒过 哎呀 就像那个那个那个 孙悟空那个叫什么 大话西游一样啊 好像一万只的 苍蝇在你那天 所以我说的意思是 就是远离垃圾人 那我没有去说人这意思啊 就包括 是吧 我上周六也说过 你一定要离开这样的人 因为大概率周边都是这样的人 是吧 是吧 是不道理啊 所以我们也说就是 我们的 健的穷的意义在哪 包括我们的学员的穷的意义在哪 因为你看上去好像花了一点钱 但是还那句话 你花一千块钱 跟你花一万块钱 最后聚在一起 这个穷体绝对不一样 我告诉你 啊 绝对不一样 我知道大家也加了一些这种 免费的QQ穷样 免费的这个这个 这个微信 你看里面都是什么人 你看花一千块钱里面是什么人 你再看花一万块钱里面是什么人 对吧 你觉得你花的一千块钱 或者一万块钱很贵了 但是你想想你 你能进入这样一个群体 那是什么概念 对不对 你周围都是 使得花一万块钱的人 你想想 怎么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说有钱人 人家还要读个MBA 或者是不读MBA 人家哄个那种更有钱人的圈 其实就这个道理 人没说吧 其他都是 这个考试技巧啊 考试方法这都是 太简单了 最最难的是 你进不了这样的一个圈子 你老在一些垃圾的人里面 就是你哄来哄去 那就像我一样 你说 哎呀我跑出来我都 哎呀我妈 我都谢天谢地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个不好听话 我就再也不想跟他审核了 因为 这两天就是对我这个 这个煎熬 你就啥都不想干了 哎呀就是 哎呀 反正 我知道你肯定要 我 你不是我的学员吧 你不是我的学员 你更没有这样资格来去问我 是吧 你觉得我说的不是重点 你去听别人的 是吧 我也说了 没事 你可以问 但是我会 在最后去回答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是重点 那你去问别人 我也说了 这么一个从来不说重点的老师 最后学员通过率是最高的 我敢说这句话 是吧 那你就找那种说重点的老师去问他 这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最关键的核心 并不是这些方法 并不是 又来大插我 并不是这些这些字典 而是你首先要进一个圈层里面 那你看 你肯定会说 老师又开始PoA 我们又开始卖课了 你想是不是道理 是不是道理 你去回想一下 对吧 你那些同学 人家混得好的那些 当然不是说咱混得差 无所谓 咱不去比较 但是说你看看 人家混得好的那些特别好的人 那是不是人家天天 还是会跟混得好的人一起玩 那混得不好的跟混得不好的 混得差不多跟混得差不多 这就是道理 是不是 天天混免费这个背靠穷的 天天就那帮人 对不对 是不是道理 这时候往往决定说 你最后能成为什么 我也说过 审核行业 对吧 三体一五颗 这是入门门槛 但是往后你还要成长 还要成长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周围就是 天天就想要学习的人 那你是不是跟着就起来 对吧 一万块钱是你的 这一生追求的目标吧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学院不是 对吧 意思为啥 你有可能守不住一万块钱 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 对吧 二来你可能将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上有老下有小 你是一万块钱 对不对 你就就满足了 但是我们也有 也有同事 比如能挣个一万五 因为它体系比如说有个食品 那可能一万五了 小两万就有 好几年时间 反正就是 今天就混来混去 天天 就琢磨上 因为你知道咱这行业很有意思 就现在啊 就是要啥都要票去报销 你知道吧 就有的老是 你知道吧 就研究这个 吃饭都能研究半个小时 还有 你比如说 那今天来啊 我一个人过来是吧 那他企业不可能给你接待什么 那你自己要去找地方吃饭 是吧 那有的人就会研究 我到哪那开这个发票来 是吧 就搞这个 用我的话 当然一天我也 觉得 但我现在不会了 这不出面吗 你不报销我大不了 当然咱也不是说 匪奥田来吃什么三成河安卫 吃个一百八十人 也没表过 就接上我们随便吃个什么 糖粉啦 什么盒粉啦 对吧 四块二十块的 那不也是一动盘就过去了 想着干啥 这给报就报 不给报我就自己花 然后赶紧该学习学习嘛 所以我们往往有说啥 不是没有学习的时间 也不是没有啥 没有去去工作 而是就 就被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搞在一起了 但是我实施确实是告诉大家 就是你没有 就是没有发票啊 但是分情况 大部分企业 我目前没有碰到的企业说 因为你吃饭不开发票 尤其你 当你说我两百块钱没发票 我一个人吃饭吃两百块钱 没发票 你要给我报是吧 这企业肯定不愿 你要说就是个二三十三五十的 没发票没发票 企业就给你那个啥了是吧 但是呢大部分这个审判员的心理状态啥呢 哎呀我得搞到发票 这万一不给我报怎么办 这五十三十不觉得我承担了吗 但是我还能说我迄今未知 没碰到过一个 但是 这是一方面 还有点就是 我实实求是这样 大概率的情况下 企业是 不会让审判员吃亏的 一定会 大家懂的是吧 多多数少他会 会 会 会什么是吧 差不多是吧 他就不会什么 你想想就是 那这次给你 好处了是吧 你多了一些 那你想会少点 也无所谓嘛 你又不是指着这个 这个报销这个东西 来来去发家支付 但是呢 我实实求是这样 就大多数审判员 非常看重那个东西 哎呀 然后吃个饭 研究一个小时 就像我说那个相邻手 当然人家有人家的想法 吃个饭 就点个什么外卖 都拿菜单研究个半天 哎呀 这就是我说这句话 如果说你周围多是这样的人 你能学好才怪 你明白吧 你能学好我就佩服你 真 一个你还得抗拒 两个 三个你 哎呀来来来咱严肩去把人吃茶吧 就真的是这样 真的这样 你也就成在二人了 就是道理 所以 不是说这个考试啊 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啊 就关键第一步是你要找到一个好的团体 这不是我又去鼓吹我们 这个这个这个被考学院什么 或者这个这个学院这个好处 他他他真的是有好处啊 你想大家都在去用心去做这个事情 大家都在用心去学东西 慢慢慢慢你这个状态就有了 还是我说这句话 我考完试 就这次考完试是吧 嗯 我说这个要大家要开始准备2024年的考试 有人就在我的这个视频下评论留言说 哎老师啊 他肯定不会叫我老师那种 他说哎不是刚考完试吗 好你看 现在那个有可能明天就3月份考 意味着什么 如果按他的这个复习的这个时间 那可能他今年3月份开始复习 5月份考对吗 那没等他复习考完了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那就这个道理 还是我说 这我考那年很多人 由于疫情的原因嘛 是吧 推迟了很多人就想着 过完年再考在那儿课瓜子再学习 你看今天又这样 你看年也都是这样的 你说你跟这种人打交道 你说你有啥前途是吧 所以我说一个人要想去成长 要想去去去去去跟啥 你务必要去找比你强的人 当然说不是说那种强 就是说你一定要找一个很很积极上去团体 那你就实质绝点 那我说别人不可能就拿我来说 倒不是说我多积极多残 不是概念 你比如像我来学东西 那我肯定就是能找到英文东西我不看中文 我一定要尽量去找到一些好的东西来看 对吧 如果说韩子在一个什么的圈子 你说你怎么进步 你进步才怪是不是 你不进步是正常的嘛 是不是道理 所以韩子说你在 如果说你在那个圈城里 是吧 还等着过年边课瓜子边学习 还等着说 这不刚刚考完什么 找什么急 什么都救不了你 就这个道理 对吧 好像你看今天我又 但是我觉得我们学员应该去懂我的意思 因为你毕竟你是花了钱的 你不信赏我还信赏你的钱 因为我不是卖书的人 知道吧 就动作转 我信赏你这个钱 真不是啊 因为你花的钱也不少 我很信赏 但是我要把道理讲明白 就是为什么 每年考试都有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 对吧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一个垃圾人的这种堆里 还有我刚才说的 他说我知道今天来的 有我们的学员 也不是我的学员 或不是我的学员 我一定要告诉你 干啥事别着急 别着急 别你认为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但我要告诉你 你认为重要的东西 这一点都不重要 你根本都没抓住重点 对吧 就跟考试一样 好多人 上来就问我大题怎么背 是吧 我也告诉你 这个大题不用背 这根本不是你考试过不过的最重要的东西 对吧 你这 但不是我的学员 我也不多说 还那句话 成年人只能靠选择 不能靠教育 所以我们现在的学员 就是从 成千上万的人里面选出来的 是不是就这样 非常优秀的 你说我要说最优秀吧 违反广告法的 非常优秀 这么优秀人聚在一起 他怎么可能 结果不好呢 对吧 就像我们这次考试一样 那个结果 怎么可能不好呢 所以我要说的意思 所有那些树的东西 都是最厚的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 这个 这倒不是说所谓的精神力量啊 就是这样的你这个状态没有的话 什么都救不了你 再好的方法也没有 对吧 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么 这么浓张 动彩的去 去聊这个事情 就是道理 但是至于有人 大家肯定也关心啊 协会这么弄 是不是缺人 还能说 这个世界上 从来不缺人 这个世界上 只缺什么人 只缺性价比高的人 对吧 这个行 当然好 对吧 还有人说什么公贼 对吧 还是道理 你来听我的讲座 你不也是想搞点小道消息吗 或者搞点可能有用的东西吗 对不对 你跟我这儿学到一下有用的东西 你会告诉别人吗 你不会 对吧 所以竞争的本质就是啥 你怎么才能比别人性价比更高 人才才会用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怎么产卫世界工厂呢 为什么 你成本低嘛 对吧 我们将来去审 审那个叫什么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 那是全球的标准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标准放在美国 和放在别的国家 一定是不一样的 再实施起来 一定是不一样的 就是道理 为什么工厂设断 就是因为你便宜嘛 就这么简单 现在为什么 有的这个产业转移到越南 转移到什么 对吧 就是因为你便宜嘛 对吧 所以说你做的便宜 这不可耻 做的便宜是你的能力 对吧 就像我们说的 你一次考过五科 你说可耻吗 对吧 考一年考两年 他是不是很贵啊 他值得骄傲吗 对吧 他投入那么多的时间成本 对吧 我也说过 付费去报复导宝 最大好多的人 让你给予了时间 你别说啊 我花了几千块钱 或者花了一万块钱 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想给予了那么多时间 你是不是赚了 对吧 你是不是成本最低 最便宜 做这个事情 对吧 别人搞这个五科 搞了一年搞两年 他那么贵 他就骄傲吗 对吧 那 上那个逻辑就是 你一次过五科 你就是公贼了 是不是 那你就应该跟那些人 两年三年考不过 这才叫 对不对 大家 团结 是不是 你说这什么逻辑吧 对吧 你不便宜别人 凭什么用你 就这么简单 你是老板 你会同样两个人 你会找一个贵的吗 对吧 你是美国 对吧 你肯定也会找到哪个 我产业放在哪个国家便宜吗 很正常嘛 是吧 你报我的课 通常我的课和别人的课 如果说同样的水平 那你会找一个贵的帮 不会 对吧 但是怎么才能比别人更便宜 就是我周六那个讲座说的 你要比别人什么呀 你要比别人的效率更高 对吧 我一次考过五科 或者我一次考这就解决了 我是不是成本就很低了 我就可以把我自己卖得更便宜 对吧 当然你说 哦你看别人人家一万 你就要八万 你公贼 是不是 并且你把自己的店卖了 但是你想过没有 我这次考过三科 下次我再来两科 什么概念 我五科了 对吧 我五体系了 对吧 市场价如果是两万 你卖一万五行不行 大家明白意思吗 对吧 别人要价 比如说月薪八万 我要六万 可不可以 可以吧 哎 并且我六万能达到他八万同样的效果 老板会用税 肯定用六万的嘛 没有一个老板用贵的啊 但是前提是你怎么能够提高效率 你这个六万还不赔 对不对 这才是关键 当然你不能说我成本也那么高 人家八万 我就是要六万 自己赔的钱做 那也不行 那也没意义 对不对 关键是你通过提升你的效率 把成本降下来 我们学习管理体系 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提字 真效 对吗 这不是我说的吧 这是 天天的 那叫什么 怎样管理提升那个 小微企业提升方案什么评比 就是这 是吧 提字真效嘛 是吧 效率要高嘛 你效率得搞来搞去 这个企业 那怎么活啊 人也一样 所以不要去讨论这个行业挣多少钱 或者说这个行业是不是缺人 这个世界不缺人了 人口的 全世界的人口都在 当然现在 像阿拉伯地区 可能人口还在增长 但是除了阿拉伯地区 像全球 就是我的判断 就是 就跟我周六 我的判断一样 就是 自动化造成 就是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不需要那么多废人了 我说的比较难听啊 就是无用之人 所以上周我也说过 真有用的人 就是懂管理 知道怎么能够提高效率 才能在未来的 跟审核院也一样 机构要什么样的人 你一次能考过五科 要这样的人 哎 一年考三次了 好 三次就能扩出五六个体系来 机构要这样的人 因为它成本最低 为什么我说 要你一次去考三体系 慢慢提越来越来越 你想 我 因为目前 目前咱们 咱们审核院是没有办法 就是多家挂的 只能挂个一家 对吗 所以这个也不好 有的比如说 这个审核院呢 他有这个专业 是吧 那这个机构能干 但是他没这个专业 他就做不了 是吧 但是呢 这个机构如果没这个专业的单子呢 那这个审核院就富裕了 所以这目前也是个问题 你知道吧 就是这个审核院多的多的 钥匙在这放的都不够用 那个机构呢 少的都没审核院 他没招 没有审核院 没有办法自由流动 只能再一家职业 这也是个问题 但是就是你想就是 那机构根源用什么 根源用多体系 对吗 你五个体系 六个体系 他是不是优先要聘你 为啥呢 因为社保只交一份 对吧 工精英只交一份 管理成本也只交一份 管理三个人 管理五个人的什么概念 对吗 所以就像我为什么 做到现在 我就 一我不做穷了 二我不做录博客了 我只做在线课 现在我 反而还有轻松 为啥 那以前做群聪 大家知道一百个人 问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这样的状态 我就啥都干不了一天 但现在我们 哎 人也不多 我也做得轻松 可能大家这个效果更好 因为马上我们要去进行 进展课了 可能我也能够 把我全副的精力 就投到我们这个 在线课程序上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机构也一样 机构招一个多体系的人 他非常轻松 对吧 他高通管理成本 他就一个人 对吧 那底下招了五六个 这种一个Q 一个E 一个S 我们叫缺腿 是吧 今天这个 老板 我这个任务牌板 那天我老板 任务牌板 老板头都打了 你想要是个道理 所以你怎么才能让自己有竞争力 还是这样的 任何时候 你问企业缺不缺人 企业肯定缺 如果拿企业刷不缺人 那企业肯定快倒闭 也别去 就这么简单 企业永远缺的是什么人 缺的是便宜的人 性价比高的人 哎 哪怕再大的 有些人说不对啊老师 人家大机构 我想去人家又不要 那是你 你不够便宜 对吧 你如果说有五个体系 或者是十三个体系 你有七个体系 你看那个大机构 大的机构 会拒绝你 那是因为你没有 你救个三体系 你到那里 我那么 对吧 尤其你这个三体系的专业 还不是人家紧缺想要的专业 你说人家 再一看你这个三体系 考了个两三年 是考完的 你看你这个人学习能力也 也不打地 是吧 人家要你干嘛 对吧 那你就相当于 就在 就是那句话叫做 什么什么想吃天鹅肉 那种感觉 是吧 你就根本就没有去评估自己的这个 能力 你想到去大机构 是吧 那个单子又好 招待又好 又稳定 那你得想想你自己 人家凭什么要你 对吧 我说的很直白 这不是 不是说别人 我也会说我自己 我更要去照着我自己 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我们审核员正常来说 你比如说我来深圳 是吧 我来深圳 我从深圳北到我现在住的地方 正常情况大概打车的话 六七十 其实企业是可以报 因为只要不超过一百块钱 一般企业 不会究竟这个问题 但是我能坐地铁 我基本上不会打车 为啥 因为我一定要提醒我自己 值多少钱 你知道吧 但是有些人可能不一样 能打车 绝对不会做地铁货 但我不一样 我觉得 这叫什么 这叫说我们要居然思危 或者说要有这种忧患 真的是我能坐地铁 我也知道打车输入 反正企业给爆 又不花自己钱 就跟很多审核老师一样 反正企业保障 那三个人还不得点八个菜 这个吃几口 就跟那个吃起太后一样 那我就感觉不好吧 哪怕不是你的钱 你三个人点个四个菜 或者五个菜 明年就够了 你肥要就是 点个六个七个的这么时间来 最后肯定吃不了 你想想这也吃不了 反正不用自己花钱 我就觉得 但是我跟你说 这百分之九十九个审核 还是这样的心态 一定吃 但我也不是说人家那样不好 还想在道德上我不做评价 我只说我是怎么做的 我只说我是什么样的心态 还是道理 所以我说 我说一声 我也再去判断 我到底值多少钱 是吧 能坐地铁 那我认为 起码这个地铁人家给你报 是不是 八块四个也给你报 总比自己花钱强 那我就不去打车了 除非说我特别累 或者说这个 有一段也没什么地铁 那没有 不能走过去吧 那你也该打也打 但有地铁 像深圳啊什么的地铁 都非常方便的地方 我就挺强 但有的 但没地铁 但没地铁我也不会坐公交 因为公交你个是更 那这是不行的 这种概念 所以还在这句话 就是不要去 协会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我一开始也说了 更多是从收入上去考虑 因为多考虑一次就意味着 一次十万人考呀 十万人考大概是多少万颗了 二十万三十万颗 你想这一个人是八十 你算了多少钱 协会大概就是这个角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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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当然 我只推测啊 我只推测 哪天被协会分杀的时候 我在那混 哪天不干这个行业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去说 是不是协会去人 这个行业不去人 已经饱和了 我感觉说 但是呢 为什么现在 你只要考虑三体系之后 好多机构还要 这个行业目前是这个状况 哪个行业是这样 他不招人又没法去发展 因为咱这行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就是 他要想发展 这个机构要想发展 这个机构要想发展 壮大 他务必要找审核员 因为有的单子审不了 那他就没法发展 所以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竞争的事态 所以说目前来说 只要你能考虑三体系来做专职 差不多 在目前的市场行业下 还是能找一个 当然就是 就像我们有的也说 把那个天才拉你去的 你要不想去 那怎么说呢 所以这就是 还是我做的 就是你的能力的问题 或者说你现在这个 啥情况 但我们学员也跟我反馈 比如说他找什么样的机构也跟我去沟通一下 那目前我感觉他们找的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 因为我们学好多都是一次过了五科了嘛 就解决了 然后把这个成绩给你的机构一发 那机构一看完 一次过五科啊 是吧 这肯定是好瞄的嘛 那肯定嘛 你一次能考五科的全国十万 他有几个呀 那 怎么样他会 你起码有一些东西打动人家 你看这成绩都三年了 弄吧弄吧太凑齐了 是吧 你问人家 同样条件 你说人家选水 换是你是老朋友 你选啥 一看这个一把考过五科 这个五把考过一科 你要水 你总得有点比别人强的地方 是吧 就像我说的 你总得比别人更便宜嘛 人家是给个理由嘛 是吧 看着这种的话 就像我说的 饱和只是相对 如果说你有办法比别人更便宜 你永远是相泼泼 是吧 就跟我们去 为什么一到打折的时候就死定抢 双十一就死定抢便宜嘛 是不是道理 所以不要讲说这个市场饱和了 或者什么了 这是不存在的 饱和的啥 就是永远是啥 跟企业一样 饱和永远是什么 永远是落后产能 效率低的产能 永远是饱和的 真的高精尖的 就像光刻机一样 你花钱都不卖你 对不对 那会饱和吗 不会 所以你审核院考下来 你为什么找不到机构或者什么 因为你 不是足够便宜 对吧 那三体系不仅像你说的 那我再来个体系 你不就有竞争优势了吗 服务大家都能考的 服务部分专业 服务也大专就OK 对吧 这个没问题吧 这我没瞎说吧 这是你一个降低成本的一个 把自己卖的便宜的一个办法 你又说我考不了 又说我难 这样的话不要跟我说 我也不听 我也懒得听 我只是说 任何行业落后的 不是 包括永远是落后产能 因为你效率太低了 对吧 你落后的产能 谁稀罕呀 一大堆 对不对 但是你效率非常高 你看着我说 你五个体系 嗯 你随便 对不对 你哪怕四个体系再加个服务 因为服务现在也要考 也不好考 你服务你也搞下来 你四个体系 你看你再找不到 对吧 不可能 还有一点啥呢 信息 如果你是本科的话 信息都是能考的 也有人问我 其实我以前给协会打过电话 今天我又听了一下 这是确定的 软考 中级软考 什么系统项目管理工程师 协会认的 如果说你不是相关专业的话 你早是大专本科学历的话 当然要求 两个要求啊 一是有这个软考的成绩 二来就是 8年专业工作经历 专业工作经历 是我说了无数次了 这里我就不说了 有这两个条件 计算机两个都可以考 你三体系能搞定吧 一般考这个的 你怎么样工作了 七八年了吧 正上去吧 你在 等我最后再回答吧 我接着我的思路讲 叫什么 两个信息 是吧 三个体系加两个信息 再加个服务 因为我现在你知道多少个体系吗 当然还有 还有没转正的体系 七八个体系了 就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概念 比如说一次考三科 对于会考试的人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因为好多的时间会冲突 但是对吧 一年考三知识 你想想 说好的话 一年时间 你就把所有体系集全了 一年时间 你就让你足够的有性价比了 但你不去做 那是你的事情 所以说 整个这个行业 整个这个世界发展 就是强者欲强 弱者欲弱 就跟咱们说的这个 就前段时间分分扬扬扬的那个 是吧 就卖书呀 什么那个世界 包括那个也有个 也有个姓罗的 是吧 说这个 这叫什么 卖货的这叫什么 电台 直播带货 直播带货 直播带货越来越像大主播来集中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咱们的行业也一样 越来越像这种效率越高的 这样的一个去集中 一定是 包括周六 其实我大概也跟大家去沟通一下 当然我不一定说的对 就是未来任何行业 慢慢向ESG转移的时候 你肯定的体系越多 你越有优势 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所以就是咱们说 你越会考一年时间 你把能级的体系 你全集 那你还会说这个行业饱和吗 不会 我跟你说就是 现在国外好多的 体系 新的项目进来 国内没多少人懂 饱和吗 对不对 我最后再回答吧 这些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 太简单的问题 不用来问我 你问我的应该是别人不会的问题 我也说了 我的课程讲的是别人讲不了的东西 你老问我这种 哎呀 百度会随便都能有的 你去别人 我是说实话 给你面子 我会答一答 但我真的是不想答 浪费我时间浪费我学院的时间 所以什么道理 所以永远不要讲说一个行业不好 但是我知道你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想法 或者你会面临这样一个空间 因为在我当年我也会面临这个情况 哎 这个行业是不是饱和了 或者这个行业是不是不好找工作 或者这个行业是不是怎么样 我也一样的痛苦 但是我就是 包括周六啊 周六有的我们同学没来啊 学院没来 周六我跟大家就分享了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因为现在我在就是 明年可能我就是all in 就是我全力去在 在往这ESG的方向发展 当我去了解了ESG之后 我认为啥 什么叫做饱和了 饱和这是落后产的 因为 因为你想 这个世界不断在发展是吧 现在是代户啊 活的一塌糊涂 那么啥 那么意味着明年它一定就下坡路了嘛 对不对 你信不信我这句话 你看从微博 那时候人人玩微博 现在大家还刷微博 早就忘了不知道哪去了 是不是 然后又出个什么东西 又又活几年 对吧 你现在这个叫什么 带户啊 这不带户多活 明年一定就不活了嘛 那不活意味着什么 大家想过没有 那不活意味着 肯定会有个新的东西出来嘛 对吧 所以这关键是 以前我也很忧虑 就是这个认识行业 有没有新的东西出来 但是我现在发现 ESG 是未来这个行业 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他根本不是说保护 根本现在没人懂在认识行业 没多少人懂 所以永远不要讲说 这个行业是不保护的 这个行业缺不缺人 缺永远缺 缺有能力的人 缺真正效率高的人 不缺一堆落后产的人 考个五个都考个三年两年了 考个三五次这样 你自己觉得自己缺吧 对吧 我说话很伤人 但是我觉得良药苦口 而且对我们学员 因为你付了费了 我的义务不是让你高兴 我不会像某些这种 培训机构一样 最后让你给我打个分 你的满意度调查多少 我然后哄着你 不会打都是成年人 是吧 没必要 最后看考试结果 对吧 看你到底学到没有学到 真正的独立思考的那种东西 对不对 我不会去哄着你的 你调查越多我越不哄你 就给你 到财年了 就更不用我哄了嘛 是不是 哎 就是个道理 所以 还是这句话 今天为什么说了这么多东西 其实我也不想说 说实话 我也挺累的 你想我早晨应该是五点起来 到现在我马不停蹄 真的马不停蹄 你含着这句话 噪音太多了 人最后出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哪 或者说人 十年二年也含着原地躺 我刚才说的 周围都是rapies man 都是垃圾人 就他这些噪音让你弄出去 哎呀学着学着 到底学着看有没有潜处啊 当然我刚才也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呢 嗯 当你到一定程度吧 因为我也面临这样的困惑 因为我还是人嘛 咱别吹牛啊 就哪天 就是 就是你好像哄好了 反正就在那天再教育别人 把自己当个圣人 对不对 人不就喜欢这样吗 但我觉得没意思那样 我也有这种 很低伍的时候 很悲观的时候 但是当我觉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尤其 你慢慢在一个行业里 纯粘下来的时候 你就在接触一些心动的时候 你就发现 什么叫没有机会 什么叫饱和 那机会简直就是 哎呀 简直就是你忙不过来 大家明白这个概念 你比如 我也那个 其实就是前期 你看这多快 前期我也说过 我现在要搞ERG 还要搞EPD EPD就是环境生命的东西 还要搞可回收这些东西 我还想明天考个住快 但我估计肯定是这个任务 就把它们成为真没时间 我现在真是没有休息嘛 真是没有休息 早晨起来 当然是闪合嘛 反正你该闪完就闪 闪完闪啊 所有时间就学习了 那些东西 也不是说复杂不复杂嘛 新东西嘛 你肯定要去接触嘛 对吧 你想想 你看到那么多新的东西 你还拿了时间考虑 是什么饱和不好 你拿下这个30年前的东西 天台在那看看 你肯定是 觉得饱和了吗 你看了都够了 是的 当然是我们说三体系的基础 就是门槛 你连这个门槛都 啪不进来之后 你就跟别提别的东西 是吧 就是还想你往上走 就是也是要有这么一步一步的阶梯 对吧 我也这么来的 我也像大家这么 开始从比较迷茫 也不知道怎么考 也不知道这个行业行不行 到一点点考一点点考一点点 这么看书啊 什么走到现在 是吧 但我觉得我还比较快吧 一年时间 从我去年到现在 差不多一年时间 到现在 一年多了 因为备考肯定是在考试之前 一年过去了 一年几个月吧 因为前期肯定是没有后期的效率高的 尤其在我做了培训之后 那我肯定不可能前来跟学院说 说那些特别悲观啊 或者特别那个什么沮丧的 那肯定不好 是吧 肯定说这些正能量 就这种正能量就是 我肯定会带给大家一些真相的东西 那大家给我一些反馈也是真相的 这就是我说的对吧 你看我们学员 目前我们这个收费 我觉得也还好吧 好多人有人上来了 也不是好多人 人很少 人上来了 贵 看啥都贵啊 除了不觉得自己便宜啊 看啥都贵 还是这样 但是你要想想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那是多大一个力量 是吧 我也说我们学员对我也有帮助 是吧 因为愿意付费的一个学员 肯定也是急上进的 他也反向来给我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也很感谢就是我们学员 他也带给了我力量 我就感觉有学员在 我也有希望 是吧 因为至少他 我 不说我周围 就说咱们聚在一起 就是一个往上的力量 你这种力量它是什么都阻挡不了 什么时候这次考试难呀 瑕疵难呀 不用考虑的问题 我也说了 协会这个难不难啊 两方面 我不会想 明天你去看别人的 他肯定会说难了 为啥 难你才会报班嘛 花钱嘛 花钱前期是贪婪和恐惧嘛 他得让你恐惧 对吗 所以他一定会说难 你看吧 除了我剩下做培训的肯定会说越难越难 绝对的 但我不会那么说 我的判断啥呢 也不会多难 哎 你想想一想 如果说资格考试都比犯进重举那么难 那大家就不考了 不考 不报名了 不报名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没有生物了 对吧 又这么简单 但你说它多么的简单 会不会简单化 我认为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认为打滅流传 还是维持这个难度 只是只是多了一次机会 但是多了一次机会呢 会不会说 就会造成人数的 注册人数的暴涨 我认为也 就那么回事 对吧 你看 从19年到23年 是吧 翻了一番 其实中间就是两次两次考 是不是该 这个人数该翻番 韩翻番 说明这个考试次数啊 对这个注册人数 其实没有大影响 该学的韩式学位 不管考两次考三次 考四次考十次 对吧 你想通过一个考试 你花的时间 就是一次过五课 就是五课加起来的 就是一次过五课的时间 大概200到300个小时 那就意味着啥 你不要以为说 哦 今年十次的考试机会 我就不学了 反正十次了 我就 我这次过 下次过 那是不可能的 你这次不过 下次你还是不过 对吧 你没花二百三百个小时 你没花嘛 是不是 他这个考试其实就是个大的题户 对吧 这次可能搞这些题户出来 抽一些这个放在这 这次考试 下巴再抽一回 放在这 所以学会的考试其实很简单 就是个大题户里抽 抽点放这儿 放三十四十 你这回不会 是吧 因为你没背几道题 那你这次没通过 你大概率下巴 你还是通过不了 是不是很眼率嘛 是不是 七十分嘛 你可能总共就会 那个池子里的四十分 那这次你四十 下巴你还个四十 对吧 你再下巴还是四十 你想试不上 对吧 一年考两次的时候 有些人也是一把口 抱五个结果都不去 或者去了线 根本过不了 所以这跟次数没有太大关系 就是不管一次 哪怕一年考一次 或者五年考一次 对吧 你只要能复习够 两百到三百多个小时 当然越多越好 当然太多了 你就也不现实 是吧 你肯定能通过 但是你没有复习到 这两百三百个小时的话 别说考三次了 就是考三十次 你还不过 你只不过是 我们仲在参与 说交点考试费而已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对吧 但是呢至于说 考试简单或者难 我们该怎么应对 是吧 这也是我们学员关系的问题 这也是我说的那个道理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分析 你的竞争对手 对吧 你分析 你的竞争对手是啥样 就像我说 你要比别人更便宜 你要比别人效率更高 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你搞别人没用 就是 好多人 就是咱们说 你看第一 你没到一个好的环境 周围都是这些噪音 或者一些垃圾的输入 这些输入造成啥呢 造成你根本不知道 这里该干啥一天 你说你忙不忙 好像也挺忙 你说我忙不忙 好像我也挺忙的 但是 就没什么同样 这二十四个小时 人家最后就年轻千万 或者就一年一个小目标 为什么有的人就 就像我 我也说有人跟我说 老师啊 你这个有点贵啊 我这个一个月才挣两千块钱 你说让我咋说啊 我那说你 你二十年前都 二十年咋 咋厚尘 这个就是两千了 这也太伤人 但是也到 你说你两千块钱忙吗 好像也挺忙 是不是 一个月挣两千 哎 我当时其实我想说 我说你更应该考 是吧 但是我又不好说 你说这两千 你说 咋说上话 是吧 这是道理吗 是不是道理 所以还是这句话 在这个复习的备考过程中啊 也会有无数个垃圾的人 给你灌输垃圾的信息 包括现在开始了 你看 越来越多了 这行业没前途了 其实开始我也说过 如果觉得行业没前途 就趁早看看别的行业 到别的行业就发现了 好像更没前途 这行业很好 最主要我说它好在就是 有这样一个体系 政府的体系的支撑 有点类似于公务员的角色 多少有那么点点小权力 别的行业那种完全放开 完全没有任何权力支撑的行业 你试试干 那更难干 对吗 因为咱们在某种程度上 承担了政府的一些 监督检查的智能 你比如说咱们双随机 这个以后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去检查 最重要查查 查它对法律法律的符合情况 其实这个事该谁干 该政府不能干 对吗 但是我们要干为啥 我们干了就 因为我们还要 为啥我们去干 我们便宜嘛 对吧 故意公务员多少钱 我们才多少钱 大家懂的意思吧 所以我们存在着价值 我们在工作上存在价值 就是我们便宜 我们不要试图把自己卖的更贵 当然把自己卖的更贵 就是我说的 你三体型 你把自己卖八千 你绝对能抢你 五体型 你把自己卖一万五 别人抢你 你七个体型 把你自己卖两万块钱 别人抢你 对不对 对不对 你非说三体型 你非更要一万二 最后害的是你自己 因为绝对你天天省的是烂单 都 懂吗 就是给你 所以正因为天安在手里 这是一丢丢政府部门给我们的权利 有行无行的这个 当然不是人家说 给你们认识机构权利了 但是它是 事实上是这样的 我们才能赚这个钱 别的那是更难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 考三年考三年考五年 还要去干个公务员 为什么 就是 不能那么说公务员的 能力服务的 对吧 但是呢 就这个道理 是吧 你想想 你有这个东西 你还挣不着钱 你大概率 你干别的行业 你更挣不着钱 对吗 是不是 权利都掌握了 你还挣不着钱 还 哎呀 我就没话说了 还说这个行业饱和了 那你干啥去吧 干那种 就完全放开竞争的行业 你试试看 你现在就是 祥林少 真的就是祥林少 说啥都不好 除了自己最好 没话说 还是咱们说就是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就是 考试难度与否 那我的判断是不会 还是维持目前的 但你问协会 协会绝对不会说 因为协会 你协会 没有办法统计难不难度 协会目前没有 为啥统计难度 因为协会没有 总确答案公布 你总确答案都没有 你怎么统计难度 我告诉你 我问你 对吧 我协会说难 还是简单 我拿什么来 我说话 还是吧 这叫什么 我们叫evidence based的人 雄正决策 说话要有证据的 人家协会 当然协会 不是官方组织的 跟什么 思察监督局那些 更不是一个概念 当然肯定也知道 协会只是个 法人团体而已 而已 法律地理上 跟我们自然 没啥区别 但是人家相对来说 实话要比我们严谨一些 不会像某些培训机构 就是满嘴跑火车 所以人家不会说难与异 他们没有办法评价 连总确答案都没有 你咋评价 我问你 对吧 你怎么去评价 协会从来没公布过 什么通过率啊 什么 好像从来没公布 因为没总确答案 答案都没有 你别人更没法谈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问他 他肯定不告诉你 但是我的判断是 骨结 就这样 只是多来一次 然后再 书也能够买点 这个考试费也能 对吧 这不就是费用 你得有这样的一个 大家懂吧 你就跟我们去企业报销案 你总得有个由头 所以这都到底大家都懂 懂就行了 所以也不要再纠结说 难啦 易啦 还有一句话 难语意跟你没关系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 怎么去通过考试 是吧 这个我们在课上 其实都讲了无数遍了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 当有些噪音垃圾出现的时候 你还能守住 正本清元 这个是很难的 我也说 你守不住的原因是 因为周边的垃圾太多了 所以你也知道说 等到明年考完时 你就知道 这个群或者这个客产 这个团体 所以我也说 我们聚在一起 就是个team 这个team的价值在哪里 你到那时候就知道了 还是我说 一次过五个人不读啊 或者说很少 对吧 但是你过了之后 你啥感觉 找比别人能找很长时间 你就挣钱了 你就有时间再学别的东西 我也说 整个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如果你愿意学的话 它的空间是无限的 什么叫饱和 那是因为你不行 是不是 你就赶紧就学别的东西了 不会在这再纠缠了 我也说 学和用是两个概念 不是说你学的好 一定会审核的好 没那事儿 差不多就行了 但是你这个考试 考两回三回 两回三回 那就耽误你后期的成长了 对吧 幼儿园你都读了个七八年 你啊 我不行 我就这个幼儿园我要 读好了 是不是 你差不多就赶紧上小学吧 你这幼儿园 你永远学不到小学的东西 你小学都上了个十几年 什么 你永远学不到初中 你为什么要读大学 是不是 哎 因为它 你再再再再再 没意思 什么 它不一样 你比如我 我如果不接触ESD的东西 我一直去局限在这个什么三体系 我也都对生活持续希望了 对吧 太没劲了 但你接触新的东西 那你的世界就 就打开了一些窗 就是个道理 所以还是这个道理 就是 任何时候 你看 今天这个消息出来 明天一堆垃圾信息又来了 你肯定就会动用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的架势就是 一是我告诉大家事实 我绝对不会隐瞒任何事实 我知道 绝对会告诉 但是你要非要告诉我 软烤多少分及格 哎 还是我那种 你百度也下去吧 像这样问题我也不打了以后 太冷了 但是真正你不知道 你比如说这个行业真实的情况 因为我也看了 网上一般不会说真实情况 因为啥呢 真实情况他也不会说 我为什么会说 因为我是做培训了嘛 如果说我不做培训我也懒得说 我说那干啥就我没有一毛钱好处 是吧 但是有些人 他的做培训呢 他就会误导 因为为了他自身的一些利益 但是目前我还好 我也不排除哪天我也被童话了 变成那种唯利是图的那些人了 我不排除 但是目前我觉得还好 尽管我做培训 但是我有啥说啥 我掌握的信息 我认为的真实的信息 我跟大家去分享 那你有个正确的判断 我也不会像一些培训机构说 这个行业年薪的二十万 三十万 甚至有的说四十万五十万 那从此都喝多了 你要看 喝多了 但是一万左右 或者一万多 再搞不搞这个咨询 一万多是什么 是有的 三提醒 说到这 我们就再说接下来一个安排吧 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我也得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 现在变成三次了 那么我们一次考是 到底考几科更合适 大家肯定会问这个问题 包括我们学员肯定也会这么提 因为我们学员有好多 就是按照原来计划 这一次考五科呢 目前的观点 还是一次按五科上去准备 这是比较啥 为啥呢 当然不是我为了说服大家去找一些理由 不是啊 我觉得 我说的话 我肯定给大家时间去思考 我从来不会说 哎 你如果说你这么 不这么想 你就怎么怎么样 就是靠那种 所谓的诡辩 或者靠那种所谓的洗脑的模式去 去查 我觉得没有意义 然后对大家没有帮助 我更多的希望说 我说的东西你去思考 所以我们课程还有和别人课程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会带大家去思考 对吧 如果说 不把这个思考的机会留给大家 那大家也没什么用嘛 考完了就考完了 过了或者不过了 好像没啥体制 千元百花 但如果说你在这过程里 不断去思考 不断去思考 事实上 当然是通过考试 还是我说的 只要你不断去思考 这个通过考试 它是个必然的 对吧 你那么辛苦思考都通过不了 那这个世界上 那就得 哎 天理都不容了 是不是道理 因为你毕竟你付出了那么多东西了 对吧 就跟我们为什么 韩子调 为什么我们 嗯 这个最后课程的通过率 或者一次过五个通过率那么高 我韩子那句话 真的是没有个老师早上五点 五点就起来讲课的 如果说一个老师早上五点起来讲课 还是这个教的细着话吧 那就打就真的就躺平就得了 就知道了 所以是这样的 因为成绩是三年有效 就是管体制成绩三年有效 如果你拖拖拉拉的话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未来的竞争有可能就是多体系的竞争 就是体系越来越多 单体系 因为现在单体系很难生存 但是你可能五年前十年前 你有个单客 还能在这个行业里哄一哄 现在单体系 你别说去大机构 可能有的还要 因为小嘛 人家没得挑嘛 这个道理 但是目前的标配是三体系 三体系 三体系 同样免生有 就是我说的 不是越来越卷 而是时代越来越发展 对吧 周六我们也说过 未来的管理越来越复杂 就跟ESG一样 ESG大概什么 环境 社会责任 以后大家也能接触到 Garvernance或是自律 越来越复杂 这不是以我的意思为转移的 就是这个世界发展到这个趋势了 对吧 周六我们也说过 以前管理层和员工的工资差距 可能是五倍 十倍 现在多 现在是一百倍 一百倍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个管理者的管理能力 就比以前要提升十倍 对吗 是不是道理 所以说你怎么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 那你就拿体系来说 当然我刚刚看到有人说评价 考试的第一步 实习才刷人 不是说Gang 考试就已经开始刷人了 还是这句话 竞争是无时无刻不太存在的 对吧 你一次过五颗 跟你五年过一颗的话 刚才你说那句话 你肯定没听过我其他的讲述 我也说 做任何事情 要用经济学来说 要有个投入阐述的回报 对吧 我们不以考试通过为目的 我们以高效的通过考试为目的 你通过考试有什么值得骄傲吗 对吧 你一次可能也过了五颗 但是你花了一千个小时 划算吗 花了五百个小时划算吗 不划算对吗 或者说你也通过了五颗考试 有人要看 是什么 我关一下麦 刚才他们有的 你可以关吗 我这么稍等一下啊 不好意思啊 我就不允许大家去自我贴助 我全去贴助 这是个道理 其实 周六我们也说过 从你开始报名的那一刻 已经开始刷人了 对吧 咱们说的再自白点 从一个人生下来 那一刻 已经开始注定 开始在刷刷刷 就这么 你要不能说残酷吧 其实这就是 这才是真实的情况 是吧 那有些人是出于面子啊 什么 不好意思那么说 那我说的话 就没什么好意思不好 尤其好多我们的学员 当然不是我学员 他可能也不一定认可 他还想你认可不认可 那个不重要 这是你的事情 对吧 等你撞了南墙 头破血流的时候 那是你认可自己了 那无所谓 对吧 跟外面认可关系 就是跟你 所以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 三年的有效期 如果说 你拖拖拉拉拖拖拉 这三年期都很快 真的很快 你看我现在都一年了 那我的成绩只有两年有效期了 那我的两年之内 还能考几科 当然现在其实对我们这种 也不是会考试的 对我们这种 对自我要求高的人来说是有好处的 万一 一年考三次四十 咱们也说 你一年时间就把所有体系集全了 一年时间你可以 其实 就像咱们说的 现在这种考试的这种次数增加 会造成啥 就是 强者欲强 我刚才说的弱者欲弱 他越不会考的人 越 越 越更就是没有生存空间 但你会考他 你看一年一年半 把所有体系考完 那你马上你就传给 是吧 还是我说如果说你有五个体系 没有机构 要你 可能吗 可能吗 就是 大部分你看看它有几个体系 这个三个体系都没考明白 就在那说饱和饱和 就这种 我说的是事实 那叫什么 你叫什么弱者找借口 抢位抢不到 还能去玩 那是你真 我也谈不上说你用心不用心 我也面临过抢 我 当然 我也不是说我怎么怎么样 还是我 我跟大家说我是怎么抢机位 那时候确实抢机位 我半夜12点起来 就开始准备抢 然后你知道我是用 笔记本电脑一个 才是一个电脑来抢 办公室同事 两个帮我刷 最后 最后是一个办公室 一个同事 帮我 帮我刷到的 你知道吗 但我不是说我抢到了个机位 那就怎么怎么样 不能看你 而是说 我准备了 对吗 我一个人准备了两个电脑 同事 找两个同事 帮我刷 然后中午不睡觉 都帮我刷 因为12点包 当然 我 不能让白刷 然后就体验吃的 最好的冰淇淋 你知道吧 就是这概念 那不是我刷到的 我同事刷到的 一刷一 抱上了 对吧 但我那天确实我12点就起来 做前级准备了 对吧 所以残酸 你有时候你一定要相信 你的 当然咱们 我不爱提这个努力二制 但是我要说的意思是 对不对 他懂我的意思 是不是 就为什么有些人 他总是说 抢机会也抢不到 然后现在又考三次了 就在这儿痛苦的不得了 他看到的永远是悲观的一面 就像我说的那个祥林手一样 你跟他聊 他还总是很悲观 你跟他说 我们胜利认证一天是多少钱 你知道吗 你别说挣不着钱 胜利认证一天多少钱 八百 半天八百块钱 多的机构半天审费费是多少 一千二 胜利认证 这不是我瞎说 你可以去问问行情 我还说 我为我说过的每句话负责 我并不是因为我 为了招两个学生 我在这儿夸大 胜利认证现在市场上的行情 半天审费八百 多的能给到一千二 对吧 你跟祥林少说 祥林少说 哎呀你看他 就是一段 半天就审完了嘛 咱就都换下 哎呀他多辛苦呀 半天又换 又换个这 哎我说那啥不行 我躺着睡觉累不累 对吧 躺平也挺了 各腰是不是 就是你对于悲观的人啊 他永远悲观 他永远不把这做为一种忌悔 你知道吗 你知所以这就是啥 你跟这种人在一起 你觉得有意思吗 对吧 你又说这个三百 他又说哎他总的就是很悲观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真判断他 我就很佩服他的这种想象力 你知道吧 你说个啥他都能往悲观的地方去给你 去给你那个隐身 就搞得你就哎呀搞得你就无语了 搞得你就想赶紧离开他了 我的天在这儿我都要崩溃了 这个道理 他如果说的抢机位我也抢过 不是 确实我也说 我那次最后一次抢机位 那后来就不用抢机位了 他说我那次确实好多人没报到 尤其认识通用基础 确实难报 因为那个是必搞的嘛 但是我抢上了 我也不能说 包括我们抢了之后 又帮我们同事抢也都抢上了 所以你说他难嘛 好像也不难 就是你不停的刷不停的 只要不放弃 怎么刷刷刷刷刷 半个小时半半就是 好像也抢到了 咋说那有可能说 有人刷了五分钟 哎呀刷了抢不到就不刷了 是不 对吧 因为我们确实我抢 因为当时办公室就三个人 你知道吧 我还有我们两个同事 我让那两个同事帮着抢 肯定是先帮我抢 你肯定嘛 是不是 对不对 那帮我抢到 然后我们三个人又帮 帮另外两个同事抢 他都抢上了 对吧 你说难抢吗 你说我挺难啊 好像十二点起来准备抢 那他两个准备了吗 没准备的我们帮他刷呀刷呀 刷刷 就是 咋说就跟他考试一样 考不过啥 这考试多难多难 可不就书都没翻两个月 可不难 还是那句话吧 就是 咋说呢 在B官人的面前全是空难 在乐观人面前全是方法 难才有好处 你看 难 有些人说难 难你做那不就是没人竞争了吗 但你又说他难 他又说又保护 你说这个人活得多毛洞呀 但是你说你天天就琢磨这种事情 你还哪有时间学习呀 是吧 你说管是难语义 你再做再说嘛 是不是 反正管是难不难 再考被考下 就跟上次考试一样 也有好多人说难呀 容易呀 都 头都大 管他了 反正我 所以我也说 为什么当时建大群 后来我们现在就不建大群 我也说过 一个群超过一百个人 这个群就是垃圾群了 没什么用的 当时也有穷的人 当然肯定不是我们学员 我们学员 交费的学员 绝对不会说那样的话 或者说很少说那种 因为你花了钱了吧 花了钱你再说 多难多难 你不自己都打自己耳光了 就是一些负费穷的人 当时负费价格不高嘛 不高就无所谓了嘛 就开始散布一些负面的言论 你知道吗 我也没招了 我只能算 不断的去安抚 或者说把正面的东西 去给打什么 结果就最后 你只要这个态度激移 全部也分别上来 最后打进全国了 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过 我意思是这个 通过力就非常非常高了 你老想困难 那啥也别干 啥不难 对吧 那火箭上天难不难 能把仗人家做成了吗 难吗 就跟我们这个三体系审核员一样 考试我就觉得好难呀 但考完也无非如此 考完以后就觉得 是谁和好难呀 无非如此 三个体系觉得很难 五个七个八个体系 多了什么 也那么回事 包括现在我们做这个 国外的一些项目 而开始也觉得挺难 意思是英语本来就咋嘛 二零乱七八糟 搞不懂 搞不好搞不好好像也懂了 为啥因为别人更不懂 你知道吗 所以在你不懂的时候 大概率别人更不懂 所以我也 我在我讲课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些地方 我也告诉他 我说这个 你不懂很重要 别人更不懂 他所谓懂就在那装懂 你明白吗 你不信你问问他 他问问他一些核心态 他也不懂 只不过他在装 你知道吗 装 就包括我审核员 因为我现在主要审一些非专业条款 有时候跟那个专业审核员 所谓的专业审核去审核 但我一会儿也问 他不是刻意去给他下不来台 我也会问他 这是干啥 后来查一下 他们也不懂就在那装模作样 你知道吧 他好像啥都懂似的 很搞笑的 真的很搞笑 我大概类别人更不懂 你就是还那句话 到一个积极的团体 你去做就好了 你先做出来 你就是No.1 就跟我们这个考试一样 我们先提出一次过5课 我们做出来了 我们就是No.1 在这个行业里 评论行业 我们就是龙头老大 毫不夸张 或者毫不隐晦 对吧 因为别人都认为难 都认为不可实现 一个倒影 所以还要接着刚才我们说 因为时间也比较长了 我也不想拍到大家时间 还是计划就是我们接下来的 一个时间安排 我个人认为就是 还是我们按照一次过5课 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学 一是这次考试 大概率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即使调整题固 什么这些 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下次呢 我们就再看这次的情况 因为我也不敢保证我说的 关于题目的难易度 他一定是没有 我也保证 但是这次我 他肯定有个延续性 咱们先看这次 什么情况 这次呢 就按照以前的这个复习方法 去复习 但是肯定是要提前的 反正这样 就大概我的安排也是 我们在 其实我们现在报名的学员 其实你看 这就是分险意思的 我们说的管理体系 三个最基本的概念 然后去过程管理的思维 是吧 然后分险管理的思维 然后PTCE循环 所以我们学员都做得很好 也就是报名比较早的学员 你看现在现在你就划算了 否则的话 你看现在一二三 三月底考试的话 其实时间就很紧张了 对吗 大概率肯定三月底考 有些人还问啥时候考 你问他干啥呀 对吧 协会也说了 春节之后发通知 那不可能今天发明天考吧 你肯定得给这个 考生一点 这个心理上的一些 准备时间嘛 对吧 大概率是发了通知之后 一个月考 对吧 那过完 过完年二月中秋 大概率三月中秋 是个正常人 其实大概能推测出来 但我们也不排除说 过完年对吧 今天发通知明天考 我们也不排除 但还是说 难怪说明天考你 你能怎么地 你不还得学吗 那这种人就是 哎呀我问问 到底是六月份还是七月份 六月份考呢 我就五月三十一号学了 那七月份考呢 我就六月三十一号学 是这种 你知道吧 他们老观众这种 哎呦 这有老把这种 老把这种能量 每次考试还要重新缴费吗 你说你问的问题是 这是小学生的问题吗 你说别人都是 你的心态就是别人都是为你免费服务的吗 这种问题 怎么怎么答 还是道理啊 就是 哎我现在 其实我也想偷懒说的话 但是还是这句话 嗯 整个的变化 嗯 所以说压力啊 但我觉得这个压力也是动力 其实我也想讨论 你像以前一次考五课的话 哎不是 一年考两次的话 我就一年讲两回就行了 现在 考三次 我是不会去讲三回 嗯 我原来想的就是过完年再讲 我也是 其实我也想的是 过年刻刻刮点 舒适无路的 然后咱们啊 开始开干 是吧 开始去 但是 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 但好在我们还是一直有这个忧患意识 是吧 但是别人肯定没问题嘛 结果我们上次也 上次我们也说啊 突然的提前 然后好多培训结果就戳手不及 因为他们 根本还是按十 呃十月底的 底那个考试嘛 他们就 没想到十月底考 他们就戳手不及了 在他们的学员中心过率 为什么高 就是因为咱们多少 还是比他们要有一些 忧患意识 也不需要说一定有 多强 你只要比别人强一些 你就是不是比他强了 就跟我们现在这个 嗯 我们的许愿一样 是不是引起了比别人 还早学了什么点 千万是心态 心态这种准备上 因为一个整个的备考过程啊 他不是说 我一说许愿 马上才进入状态 他不是那样的 他得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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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培养 嗯 因为三月底考嘛 所以大概率我们 我现在的计划就是 我们在 过完年代吧 啊 我也有 我也来几天 这个调整 我的状态 因为我毕竟我的状态 对以前一年考试是 嗯 调整的状态 大概我们元旦之后吧 元旦之后 我们就开始我们在线的课采 所以三月底考的话 如果一次过五课的话 我们需要元旦过后 就把状态调整起来 否则的话 你说再等到过完年是吧 过完冲节 二月份再考 那三月底就考了 那你这一个来月 这状态都不够 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们学员 在线课程学员 尽管现在 已经在看路线了 但是 好像我估计 状态可能 达不到说那种 要去临战的状态 我们过完元旦就 把状态调一调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一月 二月 三月就 把状态调整 韩生计划 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鼓励他一次考五课 其实 对大家的好处都非常大的 哪怕现在你看 一年考三试对吧 或者甚至说 就明年计划的一年考三试 不排除后年开始 一年考四试 不排除 那五试的话肯定太多了 五试肯定 我觉得也不大 四试 也不这么一个 但是明年是 三次 协会说的是三次 所以我们先按三次三次来说 三次 一次我们就把五课过了 哪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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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差最差 我们有个一课半课 我们马上再有两三个月 就把那课搞定了 就一点不耽误时间 但是如果说你 明年第一次考试 那你的目标期望就是两课 或者三课 还是那句话 你大概就是 你就过一课或者半课 你又拖又拖 所以我觉得 考试的次数多少跟通过 其实好像意识不大 该学的人 他总是会学 不该学的人 考三次 考三次 考三次太过去 一年考三次 就明年一年考三次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协会说的 这个是确定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也没办法 但协会目前没有 协会在考试认证周上 协会官方人员说了 有人问他说 确实马上协会 那你还用问吗 人家在瞎说吗 协会说 不是我说的 协会说的 他说这个答案 就不要再怀疑它的真实性了 按照这个节奏来备考就完了 所以现在我们考虑的是 如何去备考才能一次过了五课 还有我说的 整个我们的 整个人的学习 整个人的学习 是一个 终身的一个情况 当然对我们 目前的学院来说 说那些后话 可能有点早 有点早 当我是 一年时间 我就把整个的 这个过程 从三体系 直到五体系 六体系 七个体系 直到现在一年纪 我算是都 他说走完吧 基本上是 跑到了最前头了 一点不夸张吧 因为一年纪目前 就是在认证行业 它肯定是最领先的一个 前沿的东西 但是大家还是需要这么踏踏实实 一步一步的走 但是如果你第一步就慢了 那你后来越拖越拖 那你想 我一年就搞定这个过程 是吧 这意味着我什么 我就能卖的比别人的便宜 是不到了 对吧 如果说那你这个时间 花了三天五年 那 没用了 是不是 还是很久 你这个幼儿园园图上了个七八年 你出来你还能干啥 对不对 没意义了 还是道理 所以别的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觉得 因为 今天确实也说得懂 但我还是希望能尽量多说一点 因为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多说点对大家可能还多少有一些帮助吧 因为毕竟还是我说那句话 你周边的人大概率都是 我不是说去打击你啊或者什么 事实上确实是你周边的人大概率和你差不多的水平的人 对吧 因为还是那句话 你这个圈子 就像我也说 如果说我跟祥林少在一起 我大概率我就话都不想跟他说 都不想再见他 对吧 就是我为什么学员来的话 我看有我们学员在的话 我会多说一些 就是个道理 倒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学员付费了 我多说 而是我知道 咱们是同道中人 同路人 我才说 对吗 如果你不是我的学员 大概率我也就不说 就是概念 所以还是一句话 你周边的人大概率跟你水平差不多 但是呢 当你真的说考过三体系 再考五体系 你就 我不是说你 就是这个朋友不交了断交了 不是那概念 还有呢 属于私人感情的问题 虽然呢 这种 这种关系 但是说在事业上 或者在发展上 你一定要去在赏心台阶 再去结交一帮 对吧 比我们目前 当然也包括我 比我们目前水平更高的人 你才能再上升吗 对吧 我也说 一 这一万块钱 你满不满足 二 一万块钱 你能不能守住 有可能两天后三天后 你就挣不了 对吧 因为你也在竞争嘛 我也说过 任何行业都不是保险规 好在我们这个行业还算好 对吧 但是你也不要把它看成保险规 居然失位 对吧 所以就是道理 所以你只有撬出 你原来这个 那个圈层 所以我多少 我觉得 我想多说一点 因为你 你一不听我说 你可能大概就听他们说了 一听他们说 你大概就又回退 到原来的生活状态 这个很困难 但是呢 此此求是这样 我们这种人生状态的改变 就是这么一点点 一记得一起了 你说 是不是很枯燥 你说我说的不枯燥吗 我的 说不好听也累了一天了 从东莞过来 大概花了四个小时吧 就是 当然先打车到虎门 然后坐高铁 高铁总共才坐了17分钟 然后又坐地铁 只有那四个小时 差不多三四个小时 有吧 三四个小时 我也累 但是很喜欢 我也是希望跟大家交流 我觉得 我能有些挣一下正能量的输出 大家也给我一些 相对来说 我们正能量的这种反馈 然后我们每天有一点点进步 每天一点进步 其实挺快的 你就拿我来说 一年时间 从考试 到现在应该是七个体系吧 到现在搞一还进 也挺快 因为现在相对于公司 就是好多的项目 尤其我也算参与嘛 一些这个国外的项目 你想我成为一个完完全的小白 认真还是小白 到可以说基本来说是走在 公司现在是有 其实省合员很多的 基本都是有 但我肯定 十四曲单位 没有说吹牛 或者什么那种意义 一啥 肯定跑在前面了 这种新项目 你说快 也挺快一年时间 但是一年时间 你分解起来 也是每天我也在不断的去 去学 不断的去是吧 但是每天真的很枯燥 或者每天好像没学点啥 但是没学啥没学 你看一年积累起来 对不对 已经就 反正我还行吧 这个速度 但是永远你会觉得 自己速度不够快嘛 但是在别人演讲起来 也不是在别人就自然客观来说 真的挺快的 年时间 现在 请我去个体育啊 这体育啊 包括野生机 包括这些我也搞了 所以我也知道 就在这过程中 很枯燥的 就每一天 你感觉好像 没啥太大进步 但是呢 那你我每天不学的一点点 你回退到和周围那些人 无奔够友在那 是吧 一哄也是一天过去了 一哄两天也过去了 一年时间 人家别人都七八个体系了 你可能这五课都没考过 那谈什么饱和不饱和 连机会都没 是吧 当然我不是在这去卖 收卖心灵鸡汤 我觉得也是事实吧 所以他要有耐心 他来说要有这种 咋说呢 要有这种 我们互相的这种 团队的融合吧 互相的激励 真的我觉得 一年时间改变很大 但如果说你现在就说 哎呀我慢慢考吧 反正不着急 这个心态一松下来 还那句话 就是这种次数考的越多越害人 为啥 大家就用这种印象 反正考试考五次 考三次是吧 我慢慢学 但你这一慢 咋做呢 还是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 人家啪啪啪一年 对吧 七七八个体系 你肯定一年 对吧 人家通用基础啊 你搞不完 就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一年考三次 是会更麻痹人 但是它会造成一个 更大的分离 确实 你比如说 现在一年考两次 这我没有办法的吧 我现在参加了三次了 三次了 因为去年的 年中的一次 五月还要是一个 我三次 但是五三次 应该是 我是考了十次嘛 考了十四月十次 我过了九科嘛 但是如果说 改成三次的话 那我就更快了 是吧 我可能现在都 八九个体系都有了 你想想 这会造成整个省员行业的 一个更加的分化 就是快的会更快 慢的 那更就是 那就更慢 为什么 因为他 三次四次 他觉得机会多 他更不想好好把握 更不学了 你信吗 他反正想 反正 这三月份就是 算了 我们不考了 对吧 过完年 还没过个好年了 马上要考 算了 我考七月份那次吧 你看 三月份就放弃了 到七月份呢 绝对有 七月份 他也有这个了 这就跟锻炼身体一样 就我也有时候这样 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吗 锻炼身体 太热那两天 稍微凉点再锻炼吧 太热了 你出去一身 等到冬天了 现在 太冷了 出去 还得感冒了 一段链 这真暖和几天吧 那个人肯定是这样吧 但尤其我跟我们那个生活 我们那个生活 还是退休了 但是人家那个身体特别好 那就经常打网去外头 我跟他的时候 就有时候跟他出去 我走路连不上人家 真的 走路比我都走得快 早睡早起的秘诀 就是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的秘诀 要想早起 肯定要早睡 但是今天没办法 因为今天是 要给大家这样一个讲述 但是养成这个习惯 就大概的 比如说一会 一会就结束 差不多就结束 大概的 每天应该 也还能个六点起来吧 但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我大概九点 因为咱们审核员出来 没事 就审核员了 就回酒店 吃完饭回酒店 我就九点就睡了 九点睡 我肯定早上就 延时一点就起来 要想早睡 不必早睡 但是你怎么才能早睡呢 就是慢慢也是 还有个问题 要想早睡 不必早起 就是我在最早 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三点四点起 我也特别特别痛苦 我也一样 但是呢 因为没办法 你知道吧 因为我 因为就是 有的我们学员当时 有的也起不来 可能 有的可能有别的事情 我理解 因为有回报 有录播 他可以再看 但是你想 就是我不可能说 我要讲课嘛 是吧 我不可能 我看别人的路线 我看谁就去 我肯定要起嘛 是吧 我肯定要起 我收了钱了嘛 那肯定要起嘛 我起 我起 开始那几天 我也很痛苦 起不来 但是呢 我大概讲了 接近一个月吧 我没说错吧 差不多有小音乐 应该是有 小时 有二 九 十八 有七次 有一个月 一个月时间 你想 我天在早起 天在早起 就慢慢就养 这样习惯了 早起 你肯定比较累嘛 你累 你晚上就会早睡嘛 所以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互相的出境 互相早起 慢慢慢慢 就相对好一起了 因为你晚上如果 咋说呢 刷出手机啦 或者太兴奋了 你肯定睡不着了 睡不着第二天 肯定早起不着了 所以 我觉得对徐员 也有好处 因为你花了钱了嘛 我还得建议 我们徐员 就是在我们 做这个早晨的 在线课程时候 你还尽量 如果能起来 或者说没有 特别深 早起 这样对你 确实我觉得有帮助 早睡早起 还是挺有帮助的 因为你晚上 还是说 你不睡 你大概率也不是学习 还是刷抖音了嘛 对吧 但是你早晨起来 你不能一起来 就刷抖音 往里延 课程是哪里买 课程你加我的微信 加我的微信买 但我课程比较贵啊 不要说加了我 加了我微信 就说 你这个课程好贵 我觉得值这些钱 因为我不仅仅讲一些 这个知识点 还会讲一些 这个 整体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有价值的 是吧 就是这个东西 真的说 大家掌握了 我也说 不仅仅对这个考试 甚至对我们整个审核 将来的一些东西 都是有帮助 有道理 所以还是接着说 我们课程的一个安排 就是 其实很累在哪 就是 整个的一个学习 就是咱们说 第一届的学习 就是要深入思考 需要一个比较大段长的时间 碎片化的时间 只适合刷题 碎片化的时间 不适合深入思考 深入思考 一定要有大段时间 这也是我说 我为什么现在 就不招 不招那个 穷了 我也不以人数 作为我的一个目标 我更多就是 我们就是掐架 真就叫掐架 我们只招这种 可以说的 我们不能说最 非常优秀的学员 就大一气努力 我也不需要 突然太多 因为我也 我也麻烦过来 还是句话 如果人一多的话 一百多个人的时候 就天天当当当当当 我根本没有 深入思考的时间 我觉得可能对我们 在线课程学员 也不负责 那现在就好多 因为我们人数不是太多 我就能全力的做这个事情 这也是我的一个 当然我们 确实要比以前 那个价格要高 但我觉得也值得 值得的 这个当然说 值多了 这是大家自己的一个盘子 我不去啥 这是我们喊这句话 最后的结果会证明一切 假设 我喊这句话 我觉得大家 如果能找到一个 比我更好的 这个老师 目前来说 就是最有可能 就是你自己 自己肯定是 你去我们学员 肯定会 比我讲得更好 或者讲得更早 目前像同学来说 我就不去做评价了 当然我们从元旦 过完元旦 我们就尽快 进入第一本的快速学习 因为 1月2月3月 也挺紧张的 因为我不知道 你看我录像看得怎么样 也挺紧张的 我们也会开始进入状态 我也需要把我的状态 调整过来 可能我更多的精力 就放在了培训上 当我自己的学习那块 我就放一放 因为毕竟还是要学员 这个要更重要 就跟这个考试一样 每次考试我也考 我也说就是 我也过了 这是学习两课 就是11月课我也过了 但是我也说了 学员给我 报这个喜报 我特别特别高兴 我那个 其实就高兴了一分钟吧 当然我自己的体系 我肯定也高兴了 但顶多就一分钟 顶多就是学员高兴 原来过后 我会把大量的精力 或者主要的精力 放在培训这块 所以大家也放心 放心就是咱们 所以我也说 就是我不太 就是搞那种 像培训机构一样 那种套路或者什么 觉得没意义 我觉得还要真诚一些 我进我所来 把一些就是 我对考试的理解 不过毕竟 十十九十讲 在考试这方面 我还是比较有经验 当然我们不能说 最有经验吧 也还是很有经验 尤其我们经过这么几次考试的 学员检验 还是我说的 所有能够快速通过考试的方法 就那一个 我也不重复了 以前说过 但是难就难在你 没有办法坚持 难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了 就是我不是 还在想这问题 我就在想这问题 我说如果说 别人不花钱的话 这能不能有这个效果 后来我发现好像 还真得花点钱 倒不是说为了花钱而花钱 对吧 就跟我们说吃饭一样 这个如果不是你花钱买的 你大概是你吃两口 就把它扔掉了 甚至都可以 因为你不心疼嘛 但是如果说你 你辛辛苦苦挣这个钱 对吧 哪怕你不想吃 哪怕你不对胃口 你也都把它吃完 为啥 这是辛辛苦苦 你挣来的钱 你舍不着把它扔掉 对吧 这就跟学习 但是我说一遍 你看 你自己把它吃掉了 咱们先不说身体健康不健康 起码你把它吃了 把它吃掉了 学习也一样 你花了钱之后 哪怕你开着比较抵触 我这话呀 我也不想学了 但是你花了钱了 这个心态就不一样 你就学点学点 哪怕开始从 学的比较痛苦 一点点 就越学越多越学越多 是吧 这后你就 达到效果 但是你不花钱 还是就花 所以还是这样 你说其实 我们有那个录播客是吧 那个录播客 呃 就是个copy 是吧 就是copy 你说其实 它收费和不收费有没有区别 本质上其实没区别 对吧 因为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路线 但是你花了钱 你肯定就死于日听死于日看了 但是不花钱我给你 你肯定看都不看 就是给人家 他他他两个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花钱 没花钱 这个结果就截然不同 就这道理 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说 我这个收费到底怎么收 是吧 我是想要我什么便宜点 我多收点 或者什么 后来我想想 那也不是那么个 几千块钱那是 对吧 但是花了个钱 就是 还是我说的 你自己也用心了 我反而是说的 不 不是说我 我又PUA了 不 我觉得 我学费在涨 反而是帮了学员 因为你也用心学了 你也真正去 通过我们这个 找到这样的群体 是吧 大家聚在一起 你也用心的学 你也去努力学 最后都回报了 你 你反而合适 如果说我 我就收很便宜 你也不去用心 就像我 我周六说的是吧 你买本书30块钱 你好像是为学习去付出了 但是那30块钱 你认证可能看 你压箱底 都在家桌子 你看都不会看 但是如果是这本书 就像我说的 我买一本书 大概是两千块钱 我买一本书两千块钱 我再怎么 我还得翻着两页吧 我翻翻目录吧 两千块钱 那不是二十块钱 那不是两百块钱 两千块钱 对吧 所以凡是两千块钱的书 我基本要翻几个 但我买书 还真没有二十块钱书 因为我买英文书 基本都是在一百块钱 往上走 英文书没有便宜 但是所以说你看 我没办法 你花了那么多钱 你不翻220 你想想是不是 那信息库挣的钱 但是你翻呀翻呀 他就 这个付出就回来了 因为在教育上 在学习上 这个投资 你肯定的回报率 最高的一个项目 这不用置疑 但是如果说你就 这我也说过这句话 就是我们群里的 我们群里头 一样的道理 如果只是加个群 那时候 还是比较便宜的 绝对不如说这个陆伯课的 学通过率高 这个陆伯课呢 绝对不如在线课的通过率高 一次过五次通过率高 最多道理 你记得我在兄弟讲的那些道理 是不是一样的 是吧 就大家都能听到 但是为什么结果不一样 是吧 那当然一方面可能是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一方面就是 他不是说 他花了钱的就信我了 不是这种概念 而是说花了钱的人 他就会思考 这个老师到底说的对不对 是吧 但是不花钱这个人呢 或者花钱少的人 他就不思考 或者他就 不断的认为 这个老师讲的不好 我不听他的 或者我要听见 人家所谓的专家的 因为那时候在群里 也会有这样的生意 过两天就跑出来 哪个专家 那个密卷也出来 所以当时我也说了 不要在群里发那些 奇葩的东西 但是呢 他 他因为花的钱少 他就会 不是说会犹豫我说的对不对 而是他会犹豫他自己 但是他花了钱多就不一样 他会思考 这个老师说的到底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他在这个思考过程 他就会坚定自己信念 我从来没有说 你坚定信任我 我从来不说那种话 我不会像别的结果那种 我一定要说 你一定要坚信 你自己的判断 对吧 你自己如果判断 这样行 那就坚定别的去做 但是钱庭里这个逻辑上 要有道理 对吧 就像我说的 好多人认为说这个 管理体验认识 通用技术过去就是因为大体 记不住 我也说了 那四个人是就记不住吗 除非你不是人 对不对 哎 你这个推导就错了 或者你一开始就这个 这假设就错了 你肯定这个学习方法都批刹了嘛 对吧 并且批刹的很厉害 是不是 那就是这个道理 但大部分人就是 一开始就批刹了 批到最后都不知道批到哪 就是越学越 倒不是说人家那样过去 只能说你肯定走弯路了嘛 是吧 你走弯路有什么意义啊 还是考个两次 三次才过 一年时间就过去了 你这个考过两次 因为还是说你这次用这种方法 大概你下回还是用那种方法 对吗 你这次效率低 过不去 能下回你还用这个效率低的方法 你搞来搞去就两次三次 就是因为你的方法 永远是那种错的方法 就是这个笨办法 这个笨办法也能考试通过 但是你效率低气低下了 所以我也说就是所有高效通过考试 它的方法只有一个 你就坚持这个方法去做就好了 但是难就难在你肯定会 会被周围的 百分之九 因为能一次通过五颗 能一次高效通过多颗的 我猜这比例是不是很少 那意味着什么 因为百分之九九 人的这个想法 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对吗 是不是道理 这个逻辑没错吧 如果你去听了百分之九九 那个方法 那你是不是又过不去 就每一会用这种 哎呀很low的方法 很笨的方法 你永远笨笨笨笨笨 哎呀 是吧 你笨的十年的 永远这个考试通不过 或者说通过的速度会很慢 是不是道理 咋说呢 嗯 韩世再回头说我们的课程 我们课程从这个 所以韩世这句话 就是也不是为了多收钱而收钱 嗯 其实我也在思考这问题 嗯 所以说 课程不会免费 也不会便宜 因为没用 因为那样反而是害了你 是不道理 反而是害了你 你就不会学了 就这么道理 你就不珍惜了 啊 你可能会说 你这个老师又在PUA我 真不是PUA 那是这样是不道理 啊 你看看你先吃哪个 你肯定是把这500克 才一口都不称的吃完了 对不对 啊 你就会用心啊 啊 所以我们课程这个 呃 大家也不要有这个心态 觉得说 哎 这个课程贵啊 什么 我觉得不是我PUA 你的意识导说 我要用心把这事情做好 呃 然后下一步呢 就是我们元旦过后 因为现在我们只遭受这个 在线课程的训练 啊 所以从元旦过后 我们就开始了 我也把状态调整过来 就大家也要调整过来 我们就一次再就把它调整过来 反正这样 我们只要把比技能对手做得更好 就没有理由说 不通过 别人通过 对吗 其实就这个逻辑 我们做到了 别人没做到 你可能比别人差吗 你可能饱和吗 不可能 是吧 哎 我们总是 好多人总是先说 哎 由于饱和 所以我不去努力 由于这个没前途 所以我不去努力 对吧 但是他这个因果关系就搞出了 是因为你不努力 我也不爱提这个努力词啊 因为努力本身有好多的遗传 由于你没做这个事情 你不做这个事情 它怎么才有好的结果呢 是不是 哎 找借口借口一大堆 哎呀 今天累了 今天没心情 今天有事 啊 今天还想去干干啥 一天又过去了 十天又过去了 三个月 你看 就是我正常时候是应该是从 我记得有次考试 我是从考前两个月三个月到计时 到着到着到着 都考完了 那这次你算吧 咱们2023年就过去了 马上 一月反正 一月二月三月 九十天都不到 啊 八十天 我可能弄不好 从2023年 我再到到计时看 啊 今天聊的 到到那个倒计时牌 马上就剩到倒计时一天了 就考开了 就这么快 我现在想到好像还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考507的压力比较大了 啊 但是我们早报名 当然我现在 呃 我知道也有问过我价格 但是没报名了 呃 人家好歹 反正看我路线啊 听我路线 好歹 多少啊 学了一些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进度啊 啊 对吧 好歹已经来了 那么前期 你看这样 你就已经 你看 哎呦 咱就打出 你看 你先报名这些学员 是不是已经比别人都跑在前头了 对吧 这多好呀 啊 我们一次就 三月份一次把这过 你看 你对我们这些学员 是不是个利好 对吗 哎 我们你看三月份过了 四月五月 五月份就挣钱了 这啥概念 啥概念 如果按照今年这个时间安排 五月份考试 七月份出成绩 那九月份 你才能挣 现在协会出成又快 你看三月份考完 四月份出成绩 五六月四十七月 看 七月份 开始挣钱 就比 你看这个是不是早了 两三个月是有的吧 早了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 一万块钱又 多挣两万块钱了 你看看是不是 是不是道理 啥事 你说这个 你不去准备 不去提前做 你老想要签 第二行 你看我们学员现在说白了 那些已经都挣两万块钱了 当然行 我们该学员要学员了 躺着可不可能挣这个钱 那已经是挣两万 是不道理 你说这个 人和人的差别 不就这么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就产生了吗 对不对 好多人还嫌我 你老是一讲四个小时 烦死了 也都不讲点正经东西 但是人家为什么不烦 因为人家在一点一滴的 在去思考 这就听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弄 我也说了这么讲废话老师 为什么学员图会的那么高 证明他讲的不是废话 所以大概九点十点 睡点 九点才在讲 两个小时 我们差不多 嗯差不多 反正就是韩瑟我的计划吧 计划我们 圆难过后 我也 我也把状态调 我知道我们学员图的状态也没有 完全调到这个 但是这个韩瑟的话 不以我们一直为转移了 我们现在就是 不是说没有退路吧 就是我们就韩瑟就是冲 往前冲 大家好歹还已经复习了小一轮了嘛 我们就圆难过后 觉得在线可能开始 因为 我相信我们又是最早的 因为今天 我觉得应该我们是最早知道这个消息 最早得到这个消息 因为我 因为我一直在听嘛 因为我在做培训嘛 有些信息什么 我肯定要多少了解一下 啊 我们知道的信息 大家把这个状态调整一下 我们圆难过后 看两天 圆难过后就看 今天是圆难几个 圆难几个 我看 二十五号 圆难讲圆难后 看情况吧 看情况 看情况 我想想圆难前 圆难后 我们就开始 看这些课程的学习 快速去推进 反正 也挺紧张 也挺紧张的 不到三个月时间过五个 还是 即使按照今年这个考试难度 其实 复习时间 反正两三百个小时 你算吧 一天三个小时 我们还有一百天 没有一百天了 一天三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你看啥是还早 是吧 早报名那些学院 你是不是现在还挺开心了 是吧 你觉得啊 我那么早就 交了钱 是吧 我过两个月再交钱 这钱的人 动了五个两个月 那现在你就笑了 对 你现在才开始学那些 人 他们都 对着想都得哭 是不是 那三个小时肯定 三个小时肯定会 有一大部分人放弃了 他没时间了 咋说 对不对 那别人的 啥就是我们的机会 这个道理 所以 开始吧 他说的 该说的应该都说的 我刚才我刚才有些问题 我还能回答的 我就回答一下 但是有些太啥的问题 我还真不想回答 操操操操操 那个有没有一些 有水平的问题啊 还有一句话 你能问出好的问题 这证明你有水平 问这个问题都 哎呀 没啥水 没啥正经好问题 没啥 啊 寒寿本科 草木村也可以 可以不可以 是这样的 协会 只看你的这个 只要是那个 学信网可查的 都是ok的 不分什么 寒寿老承认之东都可以 没关系 所以这个 协会 从这个 报名的门槛上降低了好度啊 以前大专的20年的工作 经历现在8年就行了 所以说你这么好的机会 你再抓不住 对吧 那你还是说啥呀 就说说说 机会都是满天飞了 你一个抓不住 一个都抓不住 你还 搞啥呀 总讲一些客观的 还真是 到哪儿都破坏大环境的人 现在机构不缺人了 这是刚才说话是吧 兼职啊 兼职能挂多少钱 不是这样 没有机构愿意要兼职的人 就是道理 机构愿意要的是 把兼职当全职干的人 因为兼职你也不好好看 兼职 兼职就没有好干了 连自己的本质工作都干不好 干啥兼职 所以说 你想着要把这东西干兼职 那就 那就两个可能性啊 就是要么原来 你这个工作就非常简单 啊 是吧 要么就是啥 你原来的工作你也没干明白 尤其说这两个工作如果没什么相关性的话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你没看嘛 越穷的人是吧 打三分工 四分工 甚至五分工 打工越多就穷了 是吧 如果不如把一个事情完全能干净 除非说你原来那个 我说实在没什么前途了 你想跑出来 然后我在 但是 坚持是 不是这么前途 没意义 还浪费时间 当你可以先挂 挂着说 我实在这个 原来行业哄不下去了 我再 跑出来干 这也可以 但你还只是坚持赚钱 想的挺美是吧 好事才都让你去捡了 捡 专职的人都 散河人会都排不了 他们排了 他都排你捡子 散河人不是 还在不是散河人不指钱 热搜那个 咋说呢 以前那个 神体系啊什么 大家都不懂嘛 懂的人越来越多 你肯定就不指钱 他我也说 你那一眼都听没人懂啊 你可以搞那个 对吧 咋 还行 这什么问题 你说 吃了你 乱烤中 我记得乱分自己查去 难的回答 不用重新缴费 这个也说了 客战拿买 你 应该是 你能找到我 肯定有我的微信 啊 你 想微信 或者微信 那我把那个价格发明 你觉得 合适不贵 你就 原来 你觉得贵 你自己选 别人没啥 然后 也不多说 然后我们 我们今天也有审核 大家明天也有工作 我们就 我该说多说到 是吧 协会没说的 我都替协会说了 所以我们 我压力也挺大 尤其 对我们学生来说 我压力也挺大 因为不到一百天了 我计划的过半年开始复兴 你看 二三四五 四个月 我原来是这么计划 现在只给我们两个半月时间 不到三个月时间 是吧 但是 挑战 对吧 挑战 我们挑战一把 没有信心 还喜欢 我们 临结这个挑战 因为我们已经比竞争队 所抛在前方了 但是如果我们都不散 别人 可不可以 好吧 那个 早点休息 然后过来 让我们来自个人 我就结束会议了